那一天他還在睡覺 就早一天起床 我就去看電視 就看電視 看電視就看就 就去上廁所吧 我上廁所的時候 他就下來 然後我在那邊廁所忙我的事 然後就突然就聽到他在外面說 欸 你這樣把 就超超生氣的一樣 就說我以為他在開玩笑 說應該不是認真的吧 我一開門 你知道嗎 我一開門 他就停了就說抱歉 因為我還沒有跟你講 我那個來的時候 他就會出一個狀況 就是他就會變成一個空置狂 你是在台灣嗎 我跟你講 在台灣嗎 你真的這個很簡單啊 怎麼說呢 他們說呢 雅光劇 雅光劇有沒有 抓怕 轉到32台 抗奧斯汀祥 說得好 情侶過夫妻相處 最忌諱的就是看不懂對方臉色 尤其是少跟進的男人最常犯 究竟女人有哪些不容易 察覺的情緒變化 今天就來一一告訴你 根據心理學研究指出 女性在家務和職場上面 一旦承受超出合理的 範圍壓力的時候 相較於男生 更善於表達自己的情緒 因此容易讓人家 對女生留下 易怒情緒化的刻板印象 換句話來說 就是我們女生比你們男生 更會表達自己的情緒 沒錯 說得好 而且男生的 真的 對啊 是不是 並沒有 我們要改名字 易怒很好 那我們製作單位也製作了 這些時候女人超易怒 是啊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狀況有什麼 起床氣 肚子餓 這很值得怒 當然啊 這有什麼好怒的 這非常值得怒 起床就起床了嘛 肚子餓去吃啊 因為起床就看到你們啊 對喔 還有小聲 有道理耶 不是 他起床 沒有看到你 他更怒 對 對耶 不知道跑哪裡去會更怒吧 對 而且起床氣 肚子餓 沒有這個經驗是不是 沒有 我不敢 我都五點半一定要回家 是 那先講肚子餓好了嘛 對不對 有嗎 有什麼樣的指控嗎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因為真的很多女生 都不能餓肚子啦 你能餓嗎 男生也不行 就說這樣子 當然是不要餓肚子 可是就是一肚子餓 就會發脾氣 然後很神氣的樣子 就是因為常常有一種情形 就是說 我跟老婆啊 我們可能在家裡啊 然後就是 全個都感情很好啊 可能在看個電影啊 玩小孩啊 或者是什麼東西 就是都很好 然後一到晚上 我就說啊 肚子餓了 問我要吃什麼 我就說都可以啊 看你啊 然後她說不行啦 看你啊 因為你比較難搞 然後我就想 喔 好吧 那 她說看你啊或隨便 這就是一個地雷 真的 因為她說 她問我 好 居然問我 那我就想一想 好 那我今天想吃披薩 我不要吃披薩啊 那什麼不好吃 對啊 然後我說那去美食餐廳啊 就不要啦 那種就是美食 衝神師是早餐吃的嘛 不要啊 然後我一直都說 那看你啊 你就選嘛 胖 你看嘴吐力 對 你給我嘴吐力啊 我們每次說看你跟隨便你 是我們在給你們機會了解我 對啊 那反正 那我就說看你啊 那你就決定嘛 然後就是一直都這樣子搞來搞去 然後就是會變成 她會開始發脾氣 然後我就快一點啊 什麼沒有 什麼沒有租賤啊 快一點選什麼 我們要吃吃啊 那我一直都是給她一些意見 她就是不要 然後因為這樣子 所以從剛剛的那種感情很好啊 很溫柔的那種變成 這個樣子很 就很難 很難搞啊 我覺得很 就是你不懂啊 對啊 因為我們就已經在肚子餓了 還要忍受你無腦 無腦想那麼久 還想不出來一個我們想喜歡吃的 都餓 她從台北的餐廳 講到墾丁的餐廳 你們沒有一家說好 但是她不瞭解我 那你怎麼不講北投跟宜蘭呢 你要講那麼多是不是 所以我要直接脫衣服 躺在一個盤子上來吃我 一路 更生氣 對啊 可是你 這倒不錯啊 女孩子肚子餓的時候 真的容易生氣 真的很容易生氣 因為像我以前 就有跟我一任男朋友 我們就約好要去吃韓式料理 然後就想說那約六點半 因為你開車過去 差不多七點就可以吃得到 結果去的時候就一路塞車 然後塞到差不多七點半 快八點吧 好像餓死了 我已經在車上很餓了 然後想說好那到了 然後停好車了 結果下去以後呢 我馬上就問那個櫃檯 因為外面已經排很多人 然後就問櫃檯 講說 他要問我說幾位 我說兩位 然後他就講說 可能要排隊喔 然後他說你有定位嗎 我就翻過去問 問我那時候男朋友 他講說 沒有定位 我們整個翻臉 我想說 因為他早就知道要吃這一家 然後也知道這一家是很 就是很熱門的 結果他居然沒有定位 然後我就說 那沒定位要等多久 他說可能要等一個半小時 也太久 直接吃宵夜好了 結果呢 我們就回到車上 回到車上 因為就沒辦法吃這一家 不可能等一個半小時啊 回到車上以後就開始討論 就說那要吃什麼 然後就講說 好 那就附近繞繞 就趕快上網查 查了兩間餐廳 結果 然後後面我就火了 後面他就說 要不要再查一下 看去哪兒吃 我就說不用了 你們這樣搞一搞 繞一繞一個半小時之後 就可以回到這家餐廳吃了 真的 我跟你講 搞到最後我在車上看的時候 我想說已經快九點了 然後我就有點火 他就問我說 那你要吃什麼 因為剛才看了兩家都沒有 他說那你要吃什麼 我就回他說 我真的生氣 我就說吃屎啦 我真的生氣 然後就講說 你幹嘛那麼生氣 我說不是 我不懂為什麼 就是好好的要吃個飯 結果沒定位 現在餐廳也都找不到 然後現在都已經九點多 快十點了 我們要吃什麼 就不用吃啦 結果我就哭了 女孩子餓起來 真的 好情緒壞 好情緒壞 你們在找餐廳的時候 她男朋友跟她一樣 也沒有人家 沒有吃東西喔 對啊 為什麼她會哭 她男朋友要被罵了 多好意思 明明是你們沒有定位 我們才要搞這一大出耶 你們不是兩個人去 不是每人百分之五十的責任嗎 原本就有跟他講說 如果是熱門的餐廳要定位 他還說好好好 我老公也發生過 就是跟Apple男友一樣的事情 因為我老公是一個到哪裡 他都要追尋美食 而且他就是要追尋 愛瓶網上面的評論 他一定要五顆星到五顆星 然後我們去大阪旅遊的時候 一樣已經很冷了 他六點多就站在大阪的街頭 他就要上網查愛瓶網 然後查愛瓶網 就一樣的情形啊 你現在查到這一間很夯 評價很高 一定沒位置 高同滿座 我說你怎麼不定位 他說我怎麼知道要定位啊 我又不是日本人 你是台灣人 你就不知道要定位嗎 好 不容易 我們看到了一家店 好羞喔 真的好羞喔 他叫你不是日本人 你是台灣人 你也知道 全世界哪裡不需要定位 對啊 只要吃熱門都要定位 對 他就說我怎麼知道 我們現在來這邊 又不是旺季也會這麼滿 那因為他就是評價 這麼高的餐廳 好不容易喔 他龜毛還不只這個喔 他看到有一家那個店 是評價很高的 但外面排隊的人 還可以接受 他就走過去說 等一下 我先測試一下 然後他就 看有一個人排隊 他走過去就說 請問你會講中文嗎 這家好吃嗎 然後回過頭來的人就說 好吃啊 好吃啊 然後我老公就說 不要吃 這是台灣人在吃的 哇 廢話 你在查愛瓶網 就是台灣的愛瓶網 然後他就說 不行 我們要吃當地人 日本當地人要吃的 請問你要挑多久 對啊 然後我就說什麼 然後你查台灣的愛瓶網 又不要去台灣人去的地方喔 你腦袋是有問題嗎 然後最後呢 兩個小時八點了之後 他是不是想去日本 找一個香港人愛吃的餐廳 所以你要問他 重點是 重點是我們已經二肚子了 邏輯我懂 因為有可能是那些部落客 寫在愛瓶網騙台灣 他怕是廣告玩 對啊 對啊很多耶 但這個事情 如果你發生平常在台灣 我們要出門前 你慢慢找 我都給你找 你不要已經六點 我們二肚子來帶兒子 你在街頭找這些事 我就跟他說 日本 我說大阪是日本的廚房 應該都沒有地雷 你隨便找 對 隨便吃都好吃 然後最後他真的找不到 一家餐廳是愛瓶網上 可以進得去的 他最後就隨便找了一間燒烤店 兩層樓 我們 詭異了嗎 好吃嗎 欸 好吃 然後坐下來之後 真的啊 真的好吃之後 我老公還說 大阪真的是日本的廚房耶 你們一直在那邊乖男生喔 你們要自己了解 你們餓的時候會亂發脾氣 亂發脾氣到一個很誇張的程度 我會介紹過一個女朋友 她被她的好姐妹去影響到 看那些很劇 然後就看了很劇 到怎麼樣啊 每一天在電腦前面 一直看好幾個小時 我就好吧 反正她現在是 她的興趣就讓她看吧 可是她會看很劇 到忘了自己吃東西 就會開始餓 我跟你講真的會忘記吃 對 那你要餵我看啊 你們忘了吃東西喔 等我解釋 然後我覺得好吧 讓她看吧 我就有一天回家吧 我就看到她在那邊 一直看很劇 我說 欸 寶寶你餓了嗎 她說好餓喔 好餓喔 然後繼續看 她說好吧 我就偷偷幫她做一個生命吃 我就在那邊很用心去煮蛋 很用心去做那個火腿 去把她那個生命吃做得很好吃的樣子 然後就放在桌子旁邊 跟她說 寶貝 你的生命吃在這裡喔 你看我就一邊吃一邊看喔 沒問題喔 我先去問我的事 我就上去了 去問我的事 結果一個小時後 走樓下 欸 你好自私喔 你把生命吃都吃光了 我聽到說 什麼鬼啊 小姐你沒有搞錯了 生命吃還是在桌子上 她看到了 你還恐怖 你都沒有提醒我吃飯 你懂嗎 就是我很用心幫她準備一個吃的 但忘了吃東西 還怪我沒有提醒她吃東西 她講的是不是一個 人鬼戀的問題 對啊 她是見鬼了耶 人鬼疏图 她跟女朋友我可能認識喔 這女朋友不是說什麼問題 就很不公平啊 所以劇的女生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凡女生喔 如果從一般起床的時間 突然變成很早起床 她不習慣 要非常的小心 我之前女朋友 她突然換工作 然後她新的工作 每天要五點半起床 我看到她的狀況 會越來越早 就是越來越難處理的 不是難處理 有一個女生 後來有一天 她起床的時候五點半 她去廁所 然後她就叫我說 吳子龍 那個牙膏 你是不是用完了 昨天晚上 是不是最後一個用牙膏 我說 Yes 然後她說 我要上班了 來不及 你快給我去7-11買一個新的 我說What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在旁邊都有新的 我說我昨天放好了 我昨天放了 然後她就又叫我 你趕快去7-11買 所以我正好起床 那我就去7-11買 7-11她回來了 回到家的時候呢 我就開門 我一開門她就出門 她說 你不要刷牙膏 她說沒有沒有找到了 在旁邊而已 我沒時間我要找了 多好 你去了一趟7-11 買到應該買吧 我其實有 我其實買了牙刷 我買錯 你還買錯 買錯 我買錯 我沒有辦法那麼找 她可能就是不想見到她 對 所以有起床7人應該是她 對啊 她沒辦法找起耶 你聽那個稱謂就知道有問題啊 她叫你 吳子龍耶 她沒有叫你隆隆 你就知道你今天要倒霉 不是隆隆 稱謂都是這樣啊 要不然你老婆 心情好的時候會怎麼這樣 叫反凡 是有多凡 反凡 克凡歌兒 要不然就叫 還歌兒 就很極有少數 比如說三姐她會叫老公 是不是 通常都是欸 要倒霉的時候都叫張克凡 三個字就出來了 你聽到全民 直呼你名諱的時候 你今天就皮繃緊一點 對啊 好像是喔 我是生氣的時候才會叫全民 對不對 一般平常都是欸 就是我們就是欸的那一種 對 會老公 對啊 所以你看在婚姻生活裡面 女人 就是男人 不會看臉色叫倒霉 女人要看老公臉色那叫家暴 這就不公平了 沒有 我覺得起床氣真的是 人人都會有 可是男生真的要會看臉色 今天怎麼會穿得像黑式夫人 對啊 有點浪漫性感的感覺 你不要這樣講丁國琳 國琳姐 不是 對啊 國琳姐 本來那時候我去男朋友家住的時候 然後但是因為我那一天要外景 很早要起來 六點就起來舒嬅 因為那外景很早 那就不要過去啦 我是一個非常盡責的女朋友 然後呢 我就在化妝的時候呢 準備很趕 因為那個怕遊覽車要走了這樣 然後就呢 就在找找鑰匙 因為他把房間... 你幹嘛找鑰匙 你不都穿牆而入嗎 有時候警衛還是會在 對,還是要開門 然後那時候 我就怎麼樣都找不到鑰匙 那個氣就來了嘛 找不到鑰匙又要遲到 男朋友就搖他 睡著跟豬舞一樣 說起來幫我找 快點這樣子 然後發現 一直碰不到男朋友 一直穿過 穿過他的腳 結果我就把他叫醒這樣子 然後他一臉輕鬆說 誰叫鑰匙要亂丟啦 什麼的 拜託不要這樣子 還跟我發脾氣 然後我就更火 我就說 拜託是你房間自己很亂 我是你媽是不是 我還要幫你收 然後就開始吵起來了 他根本就沒在幫我找鑰匙 然後就等到真的已經快遲到 最後一秒 他就說 好啦,你去看一下你的包包有沒有 結果還真的在包包裡 就是你欠揍啊 那不是你自己的問題嗎 對啊 為什麼一開始 不就跟我說在包包裡 那你為什麼一開始不就找包包 你不要打翻你 我來啦 而且他要去拿包包 就一直拿不到咧 剛剛講的是起床器 還有另外一個是 來來,我們來看第二個狀況是 勝利區 喔 我跟你講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啊 就是她那個來的時候 脾氣非常的不好 但是就是,但是我是男生嘛 我知道她很痛 所以我要貼心 那就是有一次我錄完影 就是大概八點左右吧 她說,欸,寶貝我想吃水果 好 那我知道她喜歡吃那個 像那個綠色的葡萄 比較大顆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是特別跑到去 就是比較高級的那個百貨公司 那個時候就是她累了嘛 她那個睡覺 那想說好吧,就是葡萄 放這邊就壞掉 那我早上放冰箱 早上幫她洗喔 還有一顆一顆,放在那邊 欸,寶貝起來,還要吃葡萄 她罵我耶 妳幹嘛 這個葡萄,放在拼箱 妳知道我那個來 妳是身輕病嗎 對啊,那來不能吃寒啊 冒冒,這就是妳不對了 蛤,那哪裡不對 女生那個來不能吃冰的 那妳就微波一下嘛 誰會吃 葡萄,葡萄 葡萄,葡萄這樣能吃嗎 我跟你講,我就很長眼了 男生一定會忘記 因為妳生理期五六天嘛 對不對 妳不可能每一天都這麼警覺 所以有一次我就 那時候夏天我跟女朋友去 永康街要吃什麼 吃芒果冰 一定要的嗎 結果,我說 那我們買芒果冰好不好 她還微笑喔 她那個微笑 我事後想起來是 妳是沒想到老娘在那個來 真的 為什麼要吃芒果冰 好,我就 我看到微笑還沒有想 因為想吃什麼東西 你記性通常不太好 我就去買了這樣 買一包這樣芒果冰 然後她就... 她也很優雅的說 因為我那個來 我剛剛跟你笑就是那個意思 你還真的去買了喔 我說我其實是買了 就是要把它放涼 再給我們在一起吃 冰放涼是怎樣 冰杯就過用 唱些三個小時一直捧那碗冰 最後變成水的時候 芒果都給它吃掉 然後我喝那個水 趁那個還有一點點微涼的時候 好感人喔 那你就進去說 老闆給我一碗芒果水 芒果水 可是我覺得這樣還滿貼心的 不是因為我感人 女兒為什麼有什麼不OK 你為什麼不直接講 要等我這樣傻乎乎這樣 好開心到買了冰回來以後 那你幹嘛芒果冰 那個芒果冰 對面有一家永康街那個水果行 你去裡面買兩顆芒果就好了 對不對 還比較便宜對不對 搞不好還可以限支 對啊 而且那個時候買的時候 藝人還可以小插隊 我還爽了一下 結果 我吃到那個芒果的時間 比所有人都晚 對啊 對啊 好 我喔 我遇到這一位 是跟了我這一輩子 都最可怕的一位喔 真的 他好像是兩個普通的人 一開始跟他在一起 非常的順利 就是個性很好 然後哪時候就是 他知道我有語言的問題吧 因為他是台灣人 我是巴西人 有時候就是溝通不好 他又非常的耐心跟我去談事情 然後說這個女生還不錯 就是交往幾個月以後 就想說好吧 去大家住幾天看看 感覺怎麼樣 然後去那邊 我就好吧 就還不錯 我家裡好感情 然後我第一天還不錯 第二天呢 第二天他說 我那個好像快要來 說好吧 他就沒有說 他就沒有說什麼 在什麼意思 他就沒有說什麼 那你回答那話你真的早死啊 我就沒有想到太多事情了 然後那一天 他還在睡覺 就早一天起床 我就去看電視 就看電視 看電視就看 就去上廁所吧 我上廁所的時候 他就下來 然後我在那邊廁所忙我的事 然後就突然就聽到 他在外面說 你這樣把他要空氣的位置 放在左地方了啦 就超生氣的一樣 就說我以為他在開玩笑 我說應該不是認真的吧 我一開門 你知道嗎 我一開門 那個要空氣就飛到我的臉上耶 欸 這麼生氣 超生氣的 然後 好險我的反應狗快速就 我就閃一下 那個要空氣就蹦到牆壁就壞了 我是真的超生氣的 沒打到更起 欸我說你瘋了嗎 你這麼要把這個東西丟在我臉上 然後他就停了 他好像一個Monster 變這個 他就停了 就說抱歉 因為我還沒有跟你講 我那個來的時候 他就會出一個狀況 就是他就會變這個空氣狂 而且他也沒想到你會開門啊 真的啊 對啊 你沒事開那個門幹嘛 你沒事 對啊 沒有我就 然後那個臭胃跑出來 誰要 你是在台灣嗎 我跟你講 在台灣嗎 你真的真的這個很簡單啊 怎麼怎麼說呢 他直接丟 雅光劇 雅光劇有沒有 你這一段為什麼要這樣演 對不起 你接 這節目你要扛個百分之二十的收視率 你這樣講 好 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就是越進來的時候 她也變成比較沒耐心的 然後有一支 因為房間都是我整理的 我一直都很喜歡整理房間 然後我那天剛好沒有整理房間 然後她也那個來 所以那個沒有整理房間 加上那個來就恐怖了 因為她還是心情不好 所以心情不好 一直做各做各的 到大概十二點半 一點 然後我們就真的睡覺 然後到床裡面 好 安靜 那我就OK 然後關燈 啪 Eco 吳子龍 我受不了了 你給我整理房間 我一定都淋成一點 然後我就假裝 我就... 假裝沒起床 然後就... 燈就開了 吳子龍去床整理房間 蛤 這麼個狠 然後叫你整理房間 好啦 你們想要聽個實話嗎 你說 老師說其實跟你們做任何事情 都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想罵你們 對啦 就是想發洩 這是一種刷存在感嘛 對不對 沒有 是真的 因為我們就是那個來的時候 就是很不爽啊 就是會情緒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來分析一下這種 很微妙的心理狀態 是不是你們很不舒服 也要讓我們不好過 沒有 你不舒服的時候就會不舒服啊 然後你就會很容易易怒 尤其是 因為你... 真的很容易 你們是我們身邊最親密的人 所以你們做什麼事都會變得很不順眼 所以你現在是 365點那個來是不是 他已經 他 好跟講耶 對不起 你真的不長眼了夢多 我不會打你 我只要在你表上面畫一個就 畫不下去 你要小禎說句人話已經不容易了 哇 你的錢包耶 哇 哇塞 拜託 拜託不要 很好耶 這好恐怖喔 我老婆啊 因為他 他身體其實就是 什麼都是不順眼嘛 那因為通常他 他就是會幫我 就是弄什麼飲料啊 果汁啊之類的 那就是有一天啊 我就說有一點口渴 喝一點什麼可以幫我弄嗎 他就突然就 大發脾氣了 說什麼 你不會弄喔 為什麼我要幫你弄啊 你自己都沒有手嗎 你不會弄喔 我就這樣說就很奇怪啊 因為通常啊 他就是一定都會弄 不管我說什麼 他會自己出出來 因為他說他弄的會比較健康啊 比較好啊什麼的 所以都是他來弄 這一次就突然就這樣子發脾氣 然後我就問他 今天發生什麼事啊 心情不好啊還是什麼 他就說 因為大姨媽來嘛 所以什麼都就很煩啊 然後我就說 好啊 沒關係啊 你就休息 那什麼都不用做 然後晚餐我來弄 然後我就去弄啊 我就撿牛排啊 然後做一點就生菜沙拉 然後他一看到 也是開始罵 我沒有 因為生菜沙拉 冷的啊 你不知道啊 不吃冷的 冷的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生菜沙拉 你也要算是冷的 然後我覺得 我又沒有把那個沙拉 放進冰啊 那個 那個溫沙拉 炒一炒 不是有熱沙拉啊 變熱醋對不對 溫沙拉 有溫沙拉 溫沙拉 這可以吃嗎 你們去直接吃 青草空心菜要不要快一點啊 溫沙拉有這種東西啊 有一次我這個狀況真的很可憐 就是我跟男朋友要去泰國玩 但我的就是生理期提早了 所以等於說我根本不能玩水 然後我就還穿美美的泳裝 可是就心情已經很差 那一陣子就業績不是很好 然後後來我就還是陪著他去 然後因為他就說浪很美 他還是想要去沖沖這樣子 我就在旁邊 就坐在沙拉一山這樣看他 然後就說 欸 寶貝我肚子真的很痛 你知道女生那時候肚子會翻滾 然後我就說 我先回飯店這樣子 因為太陽又很大 他說 欸 寶貝你過來過來 這邊海邊 你這樣側躺 這樣拍到特別美 然後他就說 他說來 你側躺 來 你現在 進到水裡 海在這邊這樣很美 他是不是就是要引到白河了 對啦 就是因為在泰國嘛 想把它變成幽魂娜娜 那心情也太重吧 那我真的傻眼 我怎麼可能進到海裡拍照 他還說你這樣這麼特別美 我就一氣之下就說 好 我現在就要回飯店 我真的太痛了 他就沒有追上 他就繼續在那邊衝 他真的真的好不容易好 就是找到你的好看的角度 這個很難 誰要這麼難嗎 好不容易 所以他好看的角度 就是背光面身 背光面身 就是這樣的時候 還是埋在沙裡 背光 半身埋在海裡 就是夕陽很清楚 但是他一片黑 這就是他最好的角度 你立體光就對了 好害 好愛 但是女生那個來 真的要體諒 因為像我也是 我每次那個來 我都是會痛到 一定要吃止痛藥的那種 就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只要一點點小事不順眼 馬上就會整個爆炸 我跟妳講風吹來都不高興 真的 連一點冷風都覺得 為什麼那麼痛這樣 有一次也是 就是我那時候男朋友打電話給我 問我想說 晚上要不要吃飯 我就說我今天不能出門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那個來很痛 他就也很貼心 他就講說 好啊 那我待會買東西 去人家吃好不好 我就說 那我想喝紅豆湯 但我不要紅豆 因為我不吃豆類 紅豆湯妳不吃紅豆 就是我只要他的那個湯 我不要那個豆子 就是一粒一粒那個 我不喜歡那個 咬起來的口感粉粉的 我就說 而且我很久以前就有跟他講過 我喝紅豆湯 綠豆湯 都是不要豆 就只喝那個湯 好快喔 妳說不要藕啊 藥 那個藥 這樣聽完還不如幫 那個小優多拍兩張 欸 不要這樣 這其實也只是小事 因為他應該本來就知道 我發現紅豆湯就是不要紅豆 然後他也說好 那他知道 後來呢沒多久我家就叮咚 他就來了 我就一開門 他就提著兩碗很開心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在桌子上就一起喝這樣 我就看他打開他那一碗 我那個來 他在我面前吃剉冰 而且剉冰又是我平常很愛吃的 他在你面前吃剉冰也不行 他自己吃啊 因為我很愛吃剉冰 他又沒有子宮 他可以吃剉冰啊 可是我那個來啊 但我很想吃 但我那個來我不能吃 然後他就在我面前吃 我想說怎麼那麼不貼心啊 明知道我那麼愛吃剉冰 還在我面吃剉冰 跟我們忍一下 這一個禮拜會怎麼樣 對啊 然後我就打開我的那一碗 然後正要吃的時候 一撈起來 滿滿的紅豆 沒有湯 那是什麼東西 生紅豆 沒有湯 有湯啦 就是撈起來還是很多紅豆 我就說 我不是說我紅豆湯不要紅豆嗎 他看了一下他也傻眼 他就講說 我記得我有叫老闆說 不要放紅豆啊 沒有check 對 他沒有check 然後我就放下去 我就說 那這樣子我怎麼吃 吃食好了 又吃食 又吃食 那你就真的去吃食吧 你的結尾都是那個 吃食好了 這是一口頭禪是不是 好厲害喔 當時的口頭禪 然後他就講說 好啦 那不然我幫你挑掉好了 我就說好 然後就等他 他就在那邊慢慢挑 慢慢挑 結果挑完以後 剩下差不多三分之一完 剩下一點點 然後就把它吃完 但是當下就會覺得說 怎麼那麼不貼心 都忘記說要check一下 看有沒有紅豆 還在那邊吃冰 你這個跟我有一次吃火鍋 遇到一個女生好像喔 他一整個晚上都不吃 然後問他說你為什麼不吃 對 我夾不到 什麼意思啊夾不到 他要你幫他夾啊 他的手可能伸不直 對啊 還要你男朋友幫你挑紅豆咧 對 教授 現在不會了 OK 我有交過一個俄國的女朋友 可能你們有聽過的是 戰鬥民族 真的超級兇 然後之後他有生日期的時候 我有帶他去參加 我的朋友的生日派對 我的朋友有喝醉 喝醉很嚴重 所以我去照顧他 過了十五分鐘 我的女朋友就發瘋過來 紅酒瓶砸在地上 在大家的面前 太誇張了 超尷尬 有超多人 好好抱喔 好啊 那你說我們女生那個來 會讓你們很麻煩 是 不來 你們高興了嗎 我們就懷孕了 哦 懷孕你們真的要插著 對啊 我就記得我老公 從我懷孕開始就一直惹我 惹我到臨盆的那一刻 而且我們一懷孕的時候 他們很久耶 我們一懷孕的時候 他們應該會很想念 我們只是單純那個來的時期 對 懷孕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 當然他長達十個月的 那個荷爾蒙的分泌 而且連我在要生殘的時候 因為我是自然殘 所以我的那個症痛的強度 是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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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強的 然後一開始當然你還是有一點 你是可以忍耐 一開始就像驚痛一樣 所以我老公陪著我 我一開始我會說 欸 我說有點痛囉 然後我老公說那多痛 我說就一點點還可以忍耐 好OK 那就可能繼續聊天 前面還可以好好聊天 然後到後面我就真的很痛 我就說哇 很痛 然後我就在忍的時候 我老公說很痛嗎 很痛嗎 我說對 你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講話 他說1到10 1到10你現在打幾分 打啦 你老公真的很愛上愛瓶網 他說你給我一個分數 1到10的話 你覺得現在的痛處是幾 我就說很痛 他說如果你沒有給我一個分數的話 我沒有辦法體會你的 你就直接給他 妳說現在有多痛 對 他說如果你不給我一個分數 我不知道你現在有多痛啊 他說我就說 你不要跟我講話 他就說低於5嗎 還是要高7 還是8分 8分 你在喊價喔 不是 他以為他會上估價網 高一點 低一點 高一點 對 他說有超過5嗎 還是6 他說什麼大家是多痛 他說應該沒有到10吧 就是87分啦 給你們87分不能再高了 87分那麼痛喔 這樣我懂了 我真的他說很痛耶 你要我還打個分數給你 我打什麼啊 你那時候打無痛分別嗎 我有打 但是一開始還是 你知道我打無痛分別 可是因為我 他是側面打嘛 所以我轉回來的時候太慢 我整個半邊是有知覺的在生小孩 你知道那個陣痛一痛起來 是很像有人從前面 你的肋骨跟後面你的脊椎 整個這樣子前後拉開 對 很痛 對 這邊只有馬丁跟你嘛 碰過孕婦嘛 對 你們都還沒 夢多可能也有 但不能說 沒有 爛腳沒有 懷孕起來更恐怖 我不知道你們老婆會這樣子 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是會忽然間會想要 比如說喝某一家的豆漿 對 但只能那一家 你不能隨便出去 有 隨便買一家豆漿 因為喝得出來不一樣 要四海你就不能買鍾永和那一種 不是 而且要四海還要信義路跟什麼路口的 那一家四海 不能別家 對啊 那個這個超痛 因為他懷孕的時候啊 我們剛好也是搬家了 搬家他就是習慣他原來的那個地方的那些食物啊 跟那些 我們搬到新家他還是會一直都是說 他就是要救家那邊的 對 所以還是要跑到那邊然後再回來 對 超麻煩 所以我就說嘛 我們懷孕的時候你們就會 懷孕我們單純只是驚痛而已 真的 對 第三條是什麼呢 來 下面一個 超時加班 工作不順利喔 這個小梁哥可以講一整集耶 Stacy都是超時加班啊 對啊 就是工作不順利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 千萬不要再跟他分析說 你看吧 我就說吧 我就告訴你會是這樣 我跟你講那個就死定了 這就是你的嘴臉 你是不是犯過這個錯 對 所以我就說 後來我就想說沒關係 不要管別人 你就是安慰他 就說沒有啦 我跟你講那些人 他們都是瞎了頭皮 真的喔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他們這樣子對你 那是他們的損失 對 就像這樣子 這是維繫婚姻的方法 這是一定要的啊 我覺得很過分耶 因為譬如說 我之前就是在日本一個日本人 因為大家知道 日本的工作壓力很大 然後他有常常 下班 然後那個時候 他的工作很不順利 那好 OK 那通常就是 我很會見垃圾 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我不會在你房間 我不這個 所以就是他 他參加罵我說 你怎麼會就是 不會遮衣服啊 不太會就是洗碗什麼的 那OK 他跟我抱怨 想說好吧 他到幾天那麼辛苦 那我就幫他摺衣服 洗衣服 洗一碗 是不是很貼心 對啊 對嘛 然後就是還煮東西給他吃回來 結果他馬上罵我 為什麼 那就是人的問題 不是 他說 因為他摺衣服很要求 因為我真的不會摺衣服啊 所以就是 我是很用心 但是就是摺得不好 他說就是這樣子很爛氣八糟 好 洗一碗一樣 我洗完之後就是他喜歡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風乾氣油 就是放在那邊 但是我是直接放在這樣子 他有罵我 然後就是 那我什麼事情都罵我啊 你就出去撿垃圾就好了 你幹嘛弄人家家裡的東西啊 所以我還是現在就是撿垃圾 這樣比較好啊 但是問題是我是 是不是外面的垃圾都放在你家裡 沒有啦 沒有啦 還要回收耶 沒有 不是啦 問題是我是味道好 他今天還罵我 這樣是對嗎 因為你不是 因為你不是符合他的標準 所以他回來他又要再重新整理一次 他是就是 我的這個是我做的事情 對我來說很大的事情 就是很大的改變 因為他從來沒有做過這些事 他今天卻做了 你幹嘛那麼無聊 對啊 我 我是無聊 可是我覺得女生喔 不是我們不要聽你們抱怨 是你們 所以不對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我的女朋友是回到家裡 回到家裡我就看到他把東西 就是帥的沙發 然後說喔我今天好煩喔 因為有一個痛事 就抱一個很大的客戶就是搶走了 然後在那邊一直講這個故事 喔我這個月 這個月的業績就是打不到那個目標 因為這個痛是什麼 一直在那邊一直煩一直煩 然後 可是他沒有發現我在幹嘛 我在幹嘛呢 你在幹嘛 我在看我的海賊王耶 欸 你們是不是看日本卡通 我跟你們講 好欠揍 欸我看的那一集 是剛好如膚的哥哥快要被殺的 我們不能打擾你看海賊王 我們去海報王聊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一集非常的重要 然後我一直看那邊一直看 快要快要哭了 超感動的 然後他一直在那邊一直煩我 然後我說喔 好爸爸好 你繼續講 繼續講 然後我就一直敷衍他 然後他就超生氣的 他就直接 就是站在我的電視界面 一直在那邊一直罵我 然後在那邊一直閃 因為我真的要看就是 那個最後一分鐘耶 海賊王重要還是你女朋友重要 對 就是我們女朋友說這句話說 你要不要跟陸服交往了之類的 還是你跟海賊王結婚好了 你跟魯夫結婚好了 那就是重點 就是重點 重點是跟哪一集的當下的感覺 就是女生也不懂 我們是對那個很重要的 所以你這個板子可以折掉 今天根本主題就是 主題要改嗎 男人挑 對啊 因為他就能回家那個時刻 就是要討拍 你來那邊看海賊王 那個時刻最重要 再給我五分鐘 我就可以好好跟你聊一張天耶 海賊王都不行 海賊王對我們來說就是卡通 對 我們現在要跟你分享 我們現在當下很氣的情緒 你可以按暫停 我們腳完再看啊 我跟你說 女人從進門那一刻沒有 沒有先叫我們 去服務他們的時候 那一天就要 我們要注意了 先有關門的聲音 而後叫老... 連叫都沒叫 如果開門就叫人了 那一天應該 工作滿順利的嘛大家 會嗎 有時候開門叫人 張開門 這個是... 這個是不用講了 但是最怕是那種 關了門以後 陰、陰、陰、陰都沒聲音 很安靜 然後腳步 你也不知道他在氣什麼 不知道 我們就要這樣 回來啦 回來啦 怎麼了 會這樣哦 你剛剛那個行為 絕對是壓倒我們最後的一根道 不是 氣汗了就生氣 是 氣發出來就沒事了 這倒是 是不是 這個東西我為什麼會說 就是那個時刻 我也是 因為之前也是發生 就是我很生氣 意怒的時候 我老公還看不懂我的臉事 就是我跟夢多跳舞那一次 我們那一次練到十二點多回家 夢多跳舞 你抽到下下籤耶 所以我們練很久耶 我們練到晚上回家十二點多 我們約八點還九點 練到我回家十二點多 然後我就看到小... 我回家進門看到小孩都已經睡了 我老公住在客廳 然後我老公就說 怎麼會練到這麼晚 然後他這個口氣 你當然就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我當然自己也很累 所以我就想說討個拍拍 我就說哎唷沒有辦法啦 我說其實我也覺得 練得差不多就可以 我說都是夢多啦 為什麼會抽到跟他一起呢 那我老公是不是只要說 好啦 你辛苦了 這沒關係啦這樣 對啊 不是喔 跟夢多練已經很衰了 對 他還不會安慰我幾句 你以為我想那麼晚回家嗎 然後他就接著跟我講 你會不會覺得你很丟臉啊 他說你怎麼會覺得 你練得差不多就好了呢 夢多的觀念才是正確的啊 所以他是在生氣你太早回家 他小時候應該兩點再回家 他是不是想我回家 他說台灣人就是有這樣子 什麼東西都差不多差不多 什麼得過且過 你知不知道我們 經濟衰退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好嚴重喔 他說你知不知道你讓我們台灣 就是沒有競爭力 他是不是以為自己是 謝金河老師 對啊 沒有 他就在這邊說教 他講到之後我已經聽不太出來 他老公到底在為什麼申請 沒有沒有 因為他 因為到他就有 他回家那個時間 他老公剛看完那什麼龍捲風 或者關鍵什麼課的 之後 所以之前也有一個女朋友嘛 她是工作到很晚 那我覺得 我覺得她真的很可憐 她工作到十點多 我都意大利人的身分 完全想不到這個 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回家 他就開始抱怨 他跟我說 他的同事一定是想要超過他 想要業績比較多 所以他會祈福他 然後他壓力很大 然後就聽了覺得 好啊 OK 沒關係 那你今天放鬆 我們去吃小夜 結果大家去到外面 然後他還是放不下 他就是還是會覺得壓力很大 他很怕那個同事啊 所以我跟他說 好 沒關係 我們去喝個 喝東西 喝東西 聊天 讓他越來越放輕鬆 結果他回家了 他還是很生氣 他就是覺得 明天無法面對那個女生 他壓力太大 所以我跟他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之前 我生氣的時候 我會打牆壁 或者我會丟東西 那我就給你這個枕頭 你就丟枕頭 因為我自己會丟枕頭在床上 會放下那個 對 所以到哪兒那個枕頭 就往你上這樣子 放你的照片 一直悶 沒有 把枕頭掉了 把我的吉他弄倒 很好啊 他左林右舍安靜呢 終於有這一天的到 我的吉他很貴 吉他很貴 寶貝 我老婆是畫畫的嘛 是 他就想說就是 要讓更多人知道 他畫畫的這個才能 所以他就又搞一些 比較實心的這個 直播這種東西 要播的時候 不然只有25個人在看 剛開始 剛開始 有二十個還是他的好朋友 剛開始了 要我一定要看就對了 他就很沮喪 他超沮喪的 然後就 就跟我抱怨這件事情 他抱怨之前他還先去觀摩 他就去看另外一個直播人 在播什麼 一個 就這樣包喔 他說他也沒有準備禮物 就這樣一直包檳榔 有啊 請啊 有啊 都是要送的啊 對 他就說 他在那個播的時候就說 小梁妳有來囉 來囉 就繼續包 就這樣而已喔 怕六千人在看喔 好有趣喔 好有趣 他氣死了 我跟你說 克阪哥之前有一個網紅 忘記 忘記光直播他只是在睡覺 結果三千多人在看他睡覺 對吧 你這樣講他太太會開心嗎 對啊 你小姐有幫助嗎 火傷加油嘛你 什麼都奇怪 你們兩個怎麼都無聊 對啊 我們看一下那個 女人超易怒的第四條 就是經濟壓力大 男人雀亂花 之前啊 學中文的時候啊 然後我就是有教一個女朋友 那因為他也就是 他就是考他自己的努力 就是打很多的打工嘛 然後就是為了賺他自己的學費 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有一種經濟壓力嘛 那我就是拿那種獎學金來生活 所以我是比較沒有那種問題啊 然後我們就交往後啊 開始在一起後啊 他就開始就越來越要管我啊 就是說你每一天的啊 跟同學一起出去飯啊 然後晚上吃飯啊 你就可以不要吃那麼大餐啊 你就便宜一點啊什麼 這些便當啊什麼的 然後說類似 你買那些電動啊 買那些遊戲片啊 就太燒錢了啦 因為你玩完了 也就是放在那邊變垃圾啊什麼的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 就一直都要控制我的錢 他在你面前已經是省吃減用 在那邊很辛苦的生活 可是你在他面前卻是花費貨 可是我也是會跟他一起出去啊 簡單的說他就是北宋 對啊其實他其實重點 他就是說 因為他就是覺得說 你為什麼沒有幫忙 因為你一直都是這樣子軟化錢嘛 那你就以後沒有錢嘛 那我就覺得跟他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以為我一整次 就一輩子一直都是會領 這麼一點點的錢嗎 他就覺得他沒辦法 沒辦法接受這樣子 所以他就不要跟我在一起 後來我們就分手 所以我女朋友跟我說 沒有關係 我們有各個在賺錢 所以你要買什麼東西 其實是可以的 然後有一天我跟他說 我想要買一個飲水機 一個類似飲水機 是一個很棒的 很特殊的東西 很奇怪的高級特殊的飲水機 它是這樣用的 水機 水在哪裡 對啊 水在人家 看起來怎麼像心跳一樣 那是音響嗎 他就是把一般的光圈水 變成活水 哪一個白癡會買這種產品 所以我女朋友講 他就說好酷哦 很貴嗎 多少錢嘛 我跟他說 OK啦 七萬 七萬 好可怕 好可怕 哪一國的啊 你偷喝壞掉哦 你腦子就變 被騙了吧 哪一國家的 來這個看吧 我聽完他的例子 我舒服好多哦 你們義大利不是都接馬桶的水嗎 為什麼要喝到七萬 你可以用馬桶的水 整個家裡最涼 最好的 然後那個水 你就加那個東西在裡面 這是法國的 B.I.O.Bio Binomic Water System 真的有這個鬼耶 所以你就要給我點心看了嗎 反正我相信觀眾 沒有一個人會買這個 這個七萬是誰附的 所以我自己附的啊 你女朋友就封了 然後我講的時候 對,但那一天 你被騙了 好啊 其實這有這個七萬 你女朋友應該封了吧 七萬 他封了 對,我背媽的 我背媽的非常兇 許多男人常覺得 女人翻臉跟翻書一樣 但事實上 可能是你講的話太白目 今天要來檢視外國新男 曾說過哪些話 一講出口 就會立刻讓女生氣到不行 好 來,老師愛講我們 講話不得你們的心意 永遠啊 永遠嗎 永遠嗎 完全不得體啊 不得體 那我們就來看 行男講什麼好不好 我不懂 我講這句 有就散氣了 什麼 什麼話 你還沒弄好嗎 這很討厭 很討厭 他 很討厭 很討厭 怎麼這麼弱 這麼弱 怎麼好弱 誰弱 怎麼這麼弱啊 火力也太弱了吧 是你的身體狀態嗎,小梁哥 槍壞了 槍在人在 槍王人王 但是這句話 為什麼會生氣呢 我完全不懂 你們在急什麼啊 我覺得女孩子就是要 精心打扮 然後給時間 然後慢慢的打扮好 最好的狀況 跟你們出門不是很有面子 沒有啦 老師,還好 太慢我們也是沒辦法 沒關係,我們給孤立講一下 當他講完他的故事 說不定他的故事聽完之後 還真的很欠奏 對 不是 得好好聽一下 不是,這個故事是 有多慢 慢到聽說你都過去了 那我們在聽說誰啊 沒有,但是狀況是這樣子 我要跟女友去旅行 而且是跟了很多朋友 然後就前一個晚上 我開始打包 我們要去露營 露營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是用很多東西 要弄好 吃的、喝的 然後衣服要 帳篷 什麼都要弄好 衣服是螢光色的 沒有,白色的 OK 反正就這樣 然後我就前一個晚上 我都說 我們今天晚上 我先開始打包好了 你要不要跟著我一起打包 他說 不要 我累了 我想睡覺 然後他說 但是我們明天下午四點 我三點下班 我們最晚最晚四點要走 因為會賽車 時間很多啊 時間很多 對 對啊,早上、中午都可以收啊 對,沒有錯 我有什麼覺得 然後我就說 好,我們最晚四點出門 他說好啊 然後他就先睡 然後就打包 然後把吃的什麼東西都弄好 放在冰箱 什麼都準備好 我自己的東西放在車上 去上班 回家 三點五十分 打開門 太誇張了 他一整天都沒有在上班 都沒吃作 對啊 什麼都沒有打包 把自己當最後一天再洗 對 那個是別人幫他洗好不好 這是OK 所以我一打開門 我就說 你還沒弄好 他就馬上不爽 這樣是我不對嗎 他在不爽什麼 他哪裡不對了 對 對啊 來,說說話 可能他早上在計畫說 他需要帶些什麼東西 他在列清單 他花了一點時間 那又可能他睡得比較晚 他睡個美容覺 漂漂亮亮的 要跟你去露營啊 你有沒有這樣想 沒有 對啦 對 你女朋友是這樣的 你就應該要三點半 就回到家幫他弄啊 對啊 是不是 你要當天心的男人 對不對 竹子倫 你不是要站在中間嗎 不是 我是站在中間啊 但是我幫女生說話啊 不是 他站中間心裡是偏的 是 對,早點回家就沒事了嘛 不然三點五十、四點出門 才十分鐘耶 今天晚上也可以幫他啊 第一位 你們覺得火力不夠強是不是 不夠 精明栽給他們好看 我就是說 什麼東西啊 你穿這樣覺得好像不太搭 他 跟你什麼事 你懂什麼 請問你們男生有在看GQ 或者美麗佳人嗎 穿好了耶 對啊 小燕姐 難道你笑起來那麼快樂 因為之前有一次 我跟老婆一起出門的時候 是 他問我 我今天穿得怎樣 衣服,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真的滿好看 所以我說好看 然後他說那鞋子呢 鞋子也是好看的鞋子 但是我覺得兩個穿 一起穿的話 有點不太適合不太大 所以我就跟他說這樣 那時候馬上開始生氣 那我們回家換好了 這到底什麼意思 我怎麼聊 你就是說好看漂亮就好 要不然你就是 我真的想聽你的意見啊 所以他的意思是 我可以這樣 假的也可以嗎 他只是要你認同就好了 不是,而且因為已經出門了 然後你一直沒有幫助嗎 對啊 沒幫助啊 但是我真的覺得 兩個不太適合耶 我真的覺得這髮型不適合你 但是你已經剪了 我們就不會一直念啊 對,難不成你要剃掉嗎 對啊 是啊 有一次我老婆去買一個上衣 我覺得是看起來像一個 你去吃牛排的時候 你有一個 餐巾汁放在胸前 是這一件嗎 有點像 對 這很流行 搞不好 我覺得很好看耶 可是這剪圍很漂亮啊 可是他說真的是 看來看 你老婆身材不錯 很辣耶 老婆怎麼偷人家的餐巾汁 難怪你們三個都沒有穿耶 噴它 好好說話你 你覺得他穿得好不好看 要看你自己的時間 如果你們急得出門 你一定要說 這件太好看了 這件就是為你設計的嘛 那請問一下 如果你不急哦 你不急你就說 老婆,我覺得這一件 好像 你覺得這一件好像顏色太深 不太適合你 然後他又再去換了嘛 對不對 那他這樣一直弄 你就可以玩你的夢可寶 孟可寶 就沒有人打擾你啊 孟可寶 孟子不及 又欠罵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就是我們要出門的時候 他就是說 然後我就看到他還在穿 然後他說 你確定你要這樣子穿出門嗎 這就不行啊 這表這個語氣的問題 我覺得你可以換一個方式講 例如說 老婆,你穿這樣子太性感了 我覺得你應該去換一件 你可以換一個方式 就是 就是性感就馬上穿出門了 就是你不要用這種方式說不適合 你換一個方式講 可能會好一點 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親自帶他來去百貨公司 重新買一件 而且拿你的信用卡 對 讓他刷、讓他猛飄 當你的面買 有一些建議聽聽就好了 好 好 小柔呢 小柔 因為我們懷孕嘛 現在就是懷孕肚子就越來越大 對 上衣內褲這件事情 就要稍微換一下 因為之前就是買的時候買M號 但現在已經不行 現在 我要想說我四個月大 我現在應該要先衝到XL的內褲 才不會到時候又要再換 所以我就想要買一個D1內褲 至少不要看起來像阿嬤內褲 因為你知道孕婦內褲很大件 是 穿起來會看起來很醜 我想好吧 那就買D1、XL的好了 然後後來寄回來的時候 那一天我剛好不在 然後我老公就想說這內褲的包裝 好可愛 他就把它打開來看 然後他看完之後就把它排好 放在我的床上 然後我一回到家說 來了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到了 我就在那邊試穿 準備要拿去洗的時候 我老公就說 所以他惹火你的點是 大內褲嗎 內褲就內褲 為什麼要加個大字 內褲就好啦 不是,因為浪費錢 有一點嘲笑的態度 對 XL 你穿你老公的就好了嗎 浪費錢 那也太大了 他在為他的老公孕育 下一代的生命 你說要浪費錢 到底懂不懂 你穿你老公就好 XL的 不然你跟我借嘛 差不多的尺寸 你這句話惹毛大家囉 惹毛囉 這樣不舒服啊 重點是你要知道 就是女生 就是要懷孕的時候 身材在變的時候 就已經非常地難過了 脆弱 對,然後你可以說 寶寶 你買內褲好可愛 就算了 內褲買好多內褲 就算了 為什麼加個大字呢 重點是大字 對,然後不舒服 但是因為我一開始 我沒有跟他就直接講 我就說 寶寶,我說 因為你知道嗎 到十到八個月、九個月 肚子會變得非常大 所以我就先買大一點 然後就是先預備起來 然後他說 好 然後過幾天我就穿上 在睡覺的時候 他就在我後面 一直 啪 好柔軟 你知道他 他啪完他就說 你這件內褲真的有夠大 我很氣啊 為什麼你們是要這樣啊 但是現在才知道你懷孕了 看起來氣勢越來越好 是不是這個話聽起來多舒服 對 你會講得到耶 你學會了 你很棒 我愛你 講這句話聽起來是不是就 你的腔症很弱耶 火力好熱哦 這個話聽起來 胎腳又好 心情又好 就不要講了什麼大內褲 我煩死了 海君呢 NO哥應該滿會講話的 他會惹活你嗎 沒有 NO哥他是那種一針見血 不然就是完全不講話的那一種 我覺得最近這幾天有發生一件 讓我覺得有一點 不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最近是我那個 對 然後他說 要載我去南京東路上的 一間牛排館吃飯 弄了好久 一直到六點半 才載著我出門 那個時間是 最塞車的時候 從我們內湖 開到南京東路 那一天開了 快一個小時 好煩哦 然後餐廳的人 就一直打電話來說 NO哥 你今天有定位 請問你要取消嗎 因為我們後面的客人 一直在吹說 還有沒有位子 還有沒有位子 然後我就說 你看吧 我不是說 那個要早點出門嗎 他就說 我事情那麼多 你叫我早一點出門 那我工作是不用做了是不是 就開始 他的無名火就開始起來了 我的天啊 踩到那個爆炸的點 我的天啊 然後我就開始在後面都不講話 我就坐在後座都不講話 然後就開始 碎碎唸 我覺得我最不容許是他 碎碎唸 就只是一個農曆生日而已 我幹嘛 把我自己搞得那麼累 我都沒有講話 但是我的眼睛已經開始在 好難過 好 好委屈哦 真是委屈耶 真的好委屈耶 然後就開始一直 其實很氣 我就覺得我說 沒關係 那回家好了 不然我們到全臉還是菜市場 我買個幾樣青菜 然後回家煎煎魚就好了 他就說 不用啊 幹嘛那麼委屈 反正快到了 再塞個半個小時就到了 對啊 好酸哦 講到讓我們哪趕啊 對啊 快已經真的到了 看到那個牛排館的招牌了 也該到了 一個多小時了 停車場 蠻 蠻 紅色的字 蠻 等了又快15分鐘 天啊 最後他停好車的說這一句 說了 說這一句 在家吃不就好了 好酸哦 努哥好酸哦 其實也對啦 因為一個 就加起來快兩個小時了 都到南投埔裡了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應該OK啦 他生日耶 生日 為什麼你們男生一定要把這個壓力 放在我們女生身上呢 對啊 不是 是榮歷生日 榮歷生日而已嘛 你是榮歷生日嗎 其實男生 其實我說真的啦 因為我 我 努哥是做的事情 我也之前有做過 其實很對不起 我們男生其實知道我們男人的錯 但是講不出口對不起 只是這樣子而已 我也 他其實真的很愛你 其實很想帶你去 所以就是我們也就是不知道 就是這個法男人的平靜 你慢慢講 不要激動 我覺得你的那個... 對,快抱 抱鞋管了 這樣會換我對不起你 沒有 對嘛 其實我們男人就是很對不起你們 但是不知道就是... 因為如果我說對不起寶貝 我沒有辦法講出國這一句話 為什麼 愛面子 自己的太太有什麼愛面子 一樣 不敢是誰自己的 譬如說我媽媽 我自己的女朋友都一樣 忍歡耶 忍歡有說過什麼激怒女生的話嗎 去了香港拍東西、拍廣告 我去了四天 四天回來的時候 我的女朋友就問我 怎麼樣,香港還好玩嗎 我說好啊,導演不錯啊 演員也很好啊,什麼的 他說那是...那演員是誰啊 我說沒有 就我和一個女孩子要有一場戲什麼的 他就哦了一聲 我就... 然後我就... 他就問我那個女孩子漂亮嗎 我說漂亮啊 他很漂亮 他... 對,他... 他有法文,又會說廣東話 他會說法文嗎 我說對,他會說法文 他會說法文 我說對,他... 危險 他很特別 很特別這三個字真不能講 他有金頭髮什麼 我一說了頭髮這兩個字 他就開始發火了 他說 他有金頭髮就漂亮 是不是地上看不見 因為金頭髮 金頭髮在地上看不見 然後我就... 已經氣得胡言亂語了 他就開始生氣 他就說 為什麼你就不留在香港陪他 什麼什麼的 因為我的錯就是誇他 我就是... 當然啊 我的錯就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說別的女孩子漂亮 應該說來就是 對 講到頭髮杜力也生氣了 你看 對啊 而且你講那麼仔細幹嘛 還講說什麼會講話 但是我們問的好不好 不是,我們問了 你們應該說我不記得 那女兒五官很模糊就好了 對啊 對啊 好笑哦 那個鬼哦 台灣的女孩子 如果這樣說的 說就是誇別的女孩子 不會像外國女孩子那麼生氣 外國女孩子絕對會... 怎麼樣 絕對會出問題 他們會扔東西 或是什麼的 所以你們一直... 台灣女孩子還是比較... 你意思說台灣女孩子 還比較好一點 比較溫和 不過就是你們台灣的女生 就是比日本的女生好一點 因為你們會直接講 就是直接跟我們吵架嘛 我有一次日本女朋友 然後就是看好... 今天是台戲怎麼樣 我說拍不錯啊 那女生滿漂亮的 他有問我今天怎麼樣 這就是回答嘛,對不對 對 他就這樣哦 好難哦 好難哦 好難哦,好難哦 晚安就睡覺嘛 起來 他不見了 他學心給我 一個禮拜不回家 你趕快 約那個女生吧 一個禮拜不見了 你不吃醋的啊 他在跟你笑臉的時候 他把他腦海裡殺你千百回了 好不好 真的很恐怖耶 後來你就去約那個女生了嘛 約了 就是吃飯而已,吃飯 你也不能這樣子講 因為女生也是這樣子 一直跟我說 突然,我覺得你朋友 那個夢多好帥 好帥 我覺得夢多是法比歐好嗎 對 沒有人有故事 我就是不想講法比歐這個名字 好不好 他會跟你講 你的朋友夢多好帥 就代表他已經夠不懂事啦 那你把他一起叫幹嘛啦 對啊 所以男生真的不要輕易的 就是去誇女生 對啊 中火了 對 我自己就是有碰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是所有的女生都會... 就是都會讓女生就是 怎麼樣 就是我以為是跟一個男生 就是曖昧嘛 你知道曖昧的時候 就是最甜蜜的 好生氣哦 還沒啦 還曖昧吧 還沒啦 那就是你知道曖昧的時候 就會去咖啡廳喝個咖啡 然後聊一些 就是最近你知道什麼星座 什麼血型這樣子 然後就是甜蜜的 看著對方 結果沒想到那個男的呢 就看著我 就說了一句話說 你今天怎麼看起來有點水腫 女生聽到這句話 其實就會心裡有一... 不行 聽不下去了 已經有一點火囉 可是我會覺得 好,沒關係 因為我平常也常常這個樣子 就是有時候會種種的還好 沒想到他接下來講了一句話 徹徹底底的惹火我 什麼話 他說 什麼話 你大姨媽來了嗎 怎麼又來了 什麼叫又來了 本來就是每個月都會來 就是他讓我覺得說 老兄 我今天才跟你認識沒多久 那我們才在咖啡廳喝咖啡而已 你說我水腫就算了 你問我大姨媽是不是來了幹嘛 這滿私密的問題 對,這是很私密的問題耶 你好沒有禮貌哦 對 當下我這個整個就是無名火在燒 然後我就很... 本來是那種很甜蜜的 我射手作 我O型 喜歡看書 喜歡閱讀 為什麼要說謊呢 對啊 交友的過程 對不起,因為曖昧嘛 總會這樣 然後突然那個語氣就變成 然後整個場面就冷 對 是不是真的來了 我真的來 那時候是不是真的來 我真的來 我真的來 而且這個是男生是關心你的身體 因為他對你好感嘛 不是 我跟你講 你們是時候喝咖啡廳對不對 那個來是不是 有沒有 你看 對嘛,這是我們的貼心 可是你不能這樣子問 因為那個是很私密的問題 你不能直接問你就是說 你是不是那個來 你是不是大姨媽來 那個不行 這個我很了解 你男朋友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不行 對,我很了解 因為有的話 我就是不用花太多錢 在這個約會上面對不對 因為後面什麼都沒有 沒有 而且 所以這個男生也是對的 你幹嘛 我幹嘛 這火力很強 很誇張的耶 我肚力變白了耶 如果我看到我的老婆 就是有點抽臉 或是她很喜歡 她不爽的時候 她會... 如果我就是聽到這個聲音 我會先查一下垃圾桶 有沒有那個維生棉 蛤 我就是查一下 然後看我的搜尋 是不是... 你好敏感哦 是不是有來了 小蘭哥,你會敢跟你老婆說 你今天看起來水腫一點哦 你敢跟她水腫有沒有 我站在她旁邊 都是我腫啊 怎麼會怎麼腫啊 對啊,這還用問嗎 海君還有啊 諾哥還有熱火你的話 他每一次問我說 我想吃什麼 我都說我想一想 我還會說我想一想 我搜尋一下 然後我就會反問他 我說那你今天想吃什麼呢 他都會回答我 隨便啊 都可以啊 他滿身都知道 為什麼 對啊 很沒有什麼 然後後來沒有主角 總有什麼不好 好,既然你就說隨便了 都可以對不對 那主導權是在我手上 我想今天 那你沒有什麼想法 那就依照我的囉 我就想要吃清燉牛肉麵 我就去了一個長安東路上 一間還不錯有名的 清燉牛肉麵 它有名就是清燉嘛 是 那一定是點那個招牌 對啊 那我就點了 麵來了 他就說 還剃牙 怎麼還沒吃就有東西 還出門吃的 你什麼時候看過我 吃清燉牛肉麵 我的天啊 你說就是現在啊 不是,等一下 你看看他 好調皮啊 對,我應該要這樣淘氣一下 對不對 對啊 不是啊,可是我就會覺得 完了,我又弄到他的地了 他好多地了 我好怕去踩到他 真的 然後我就說 那怎麼辦 第二名的排行榜 紅燒 紅燒 趕快再叫一碗來就OK了 紅燒 吃了兩口 他就說 加水啊 他的油還滿厚的 付完錢就走了 然後就沿路 不是要回我們家的路嗎 為什麼你要繞遠路 他就繞去買他想要吃的乳味 對 所以他基本上一開始就在生氣了 對啊 他就是設定 他已經設定好了吧 我想的東西沒有 不是他喜歡菜單的東西 我問一下男生 如果女生問你們要吃什麼時候 你們回答說隨便都可以的時候 你們到底真的心態是什麼 對啊 那就是之前被害很多了 你知道嗎 我們會希望我們女朋友會知道 我之前吃的東西 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他應該這些應該 對 本上會了解 是嘛 對不對 好 那雙板過來 當你們問女朋友要吃什麼 女生說隨便來都可以的時候 然後你們又要 女生不一樣哦 什麼女生也不一樣 因為他今天想吃這個 明天想吃這個 你去TOKA的一家店 他每... 去了十次 十次都吃了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對 他看心情的 對 我這個完全就是一個 好心好如今的東西 對 來 中火 送我的禮物 先送給別人吧 是一個多麼好的一句話 沒有 這個要聽故事 來 你要聽我的故事 對 就是有一天 我跟我女朋友剛認識 就剛在一起的時候 第一個情人節 然後他就送了我一個 編織包出的鑰匙圈 很漂亮 因為剛在一起嘛 對 很漂亮 然後我也很喜歡 對 顏色也很棒 聊著 他開始 他就說 你知道這個鑰匙圈 之前我跟我爸媽一起出國 我們去逛免稅店 我爸看到 超級喜歡的 就是這一個一模一樣 我說對啊 你眼光好好 你跟爸爸一樣眼光好好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爸那時候很想買 可是因為太貴了 他自己捨不得買 你看 我爸爸都捨不得買的東西 我買來送你耶 我愛你 在那邊邀功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一定要 表出我的大氣 是 對不對 我就說 既然你爸爸這麼喜歡 那不然 你先拿去送給你爸爸好了 我是不是說得非常棒 沒有 你先拿去送給你爸 對不對 多麼的好 無私 沒有啦 對不對 他就在那邊跟我發火 他說 所以說現在送你這個東西 根本你不喜歡嗎 你根本不在意 你根本不在意 你剛剛那邊裝什麼裝 裝了一副你很喜歡的樣子 對啊 噁心 噁心 你對個屁啊 你根本就打臉 你自己前面講的話 對啊 不是 石娟在哈哈的身上看得到嗎 根本看不到 這麼小的一個東西 那你不是 你自己跟我邀功的 你自己來跟我邀功嘛 你在那邊講說什麼 你爸都... 你爸都買不... 他跟你邀功就是想要你拍拍他 摸摸他 想要讓你知道你多麼愛我 你們兩個好複雜哦 這個是哈哈不懂的 女生的那個美感 對啊 但是下一位要分享 我覺得是他自己個人 應該本身就很容易 惹活女生了 子柔是吧 是 是我做的哦 你怎麼那麼愛 你這個才中火 先噴 你要不要先噴 這個絕對先噴 小梁哥要走好近才噴得到 你怎麼那麼愛噴 你這個是才中火 怎麼可能 這個應該就分手了嘛 超熱火 沒有 因為真的 我就是會講出來 有時候那個 價值觀不一樣 你講到經濟或者錢的事情 你還講到價值觀 還是討人厭 為什麼你會說出這句話呢 就是之前跟前一個女朋友 我們就是在台中那裡散步嘛 然後看到很多房子 她很喜歡房子 所以她會看 我很喜歡這邊的這一棟啊 這邊的這一棟 可是你們知道 就是那個價錢是很高很高 然後我就跟她說 如果我們有兩千萬三千萬 我們買那個八百萬的房子 就OK啦 剩下的錢我們就可以 就是一輩子 你都可以出國玩 你過去可能看很多的東西 你可以很輕鬆的 為什麼一定要把所有的錢 花在一個房子裡面 然後每天就是要很努力工作 為了付那個貸款 然後我跟她說 我們只有一輩子可以生活 我們只有一輩子可以出去玩 研究世界 然後她一直在那裡 所以在那裡就越來越聽不下去 跟你們一樣 後來我們就分手了 就因為這樣分手了 就因為要買房子 沒有,你因為她的意思 是因為她本身就沒有什麼錢 我沒有什麼錢 你跟我講兩千萬的房子 我只能跟你說 我只有一輩子可以生活 我只能... 我不可以說我買啊 他在鼓勵 你要努力才能 你要設下目標啊 兩千塊他都要殺豬公了 你跟他講兩千萬 而且說實在話 他在跟你講兩千萬的房子 說不定他想要跟你有一個 共同未來的目標啊 對啊,你就一起聊啊 對啊,你就一起聊就好了 幹嘛說人家愛錢啊 聊錯了 他就是一個沒目標的人啊 你講人家愛錢 這句話真的非常不OK耶 對 你們為什麼那麼愛錢 這幾乎都會抓狂 還會 其實男人在工作上面 在遇到壓力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會像我們女生 就找姐妹出來 然後就喝個幾杯 心情就好了 可是男生通常就會把這個壓力 放在自己的心裡面 然後慢慢的醞釀 醞釀到他的臉 其實已經都歪掉了 僵了 對,因為那時候 我們還是男女朋友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 所以就是那天約會的時候 吃飯呢 他的臉色就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就正面迎擊 我就跟他講說 寶貝啊 你工作辛苦是不是 對 然後他就... 我說那你就已經離開公司了 那你現在下班 你就把這些事情先忘掉 你明天後天再想嘛 要不然你把這個情緒帶在這邊 給你吃飯 我覺得對你的身體健康 也不是挺好的耶 然後我想說 這句話還滿不錯的 不錯 後來你就看到他 他臉色開始慢慢的 有點回溫的時候 他就回你一句說 回溫 好啦,那要不然 好,對不起 他說對不起 好,那我們繼續吃飯 好,對不起 我就不要臉再臭了 OK了嗎 好美人 對 好美人 吃到 吃到快甜點 然後電影也快到了 奇怪,他的臉 又開始變成黑的了 這我又再講了一次 我就說 你是不是又把那個事情 又拿回來心情不好了 我說你不要這樣 後來他就跟我回了一句話 我整個就爆炸 他跟我說爆炸了 這什麼 我已經跟你道歉了 那你還想怎樣 這句話好有殺傷力哦 對耶 你知道當下我那個心情 就是從天堂 剛剛他跟我道歉的那個心情 然後直接就掉下來 然後我跟你講 真的,我就跟海峻一樣 我就開始哭了 眼眶 沒有,我沒有哭了 沒那麼沒用 我就是... 就是眼眶 你輕輕的到你知道 沒那麼脆弱 沒那麼脆弱 脆弱 你看,你們女生也是一句話 幾乎會說話 對不對 那才是中火的部分哦 大火耶 大火 蜜全開 OK 好,如果我 就是有一次跟我老婆說 這句話不可能 不可能 就是你的問題 代替全天下的女生教訓你 對,不要停 觀眾會以為螢幕外出 為什麼你會說這句話呢 因為有一次 然後他... 我們已經有討論過 然後他決定 他需要剪頭髮而已 因為他以前有剪過頭髮 好幾次都失敗了 然後他只是覺得 他不想再剪頭髮 因為每次剪頭髮就很多剪 然後就都失敗了 所以我們就講好了 我說OK好,然後拜拜 然後他去弄 然後那個... 他在那邊跟... 他有照片要給那個設計師看 對 照片就是說我只要這樣子頭髮 設計師說 可是我覺得這個髮型不太適合你 然後他覺得 我覺得你剪頭髮比較好 然後我老婆... 他明明不想剪頭髮 已經... 已經確定不想剪頭髮 可是他就說 哦... 好啊 然後就答應他說 OK好 然後剪好了 你還是要用胡髮 要加很多東西 就是加一加 就變成六千塊 然後老婆當然就是弄好了 就是設計師跟他說 好看嗎 好看,喜歡你最棒 哇,你好厲害哦 之類的 可是他一出門 他打電話給我說 我的天啊 他就比我剪頭髮 然後就是亂加價 我說 他比你剪頭髮是什麼意思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剪頭髮 我說 那明明就是你的問題啊 你就是說我不要 可是他怕尷尬 然後他是覺得他是專業的人 他就是覺得好,我聽你的 可是我就是覺得 就是明明就是你的問題 他沒有比你 對 對,我... 不是,女生是不是聽出了 另外一個女生的想法 我覺得你不能直接戳破他 因為他也就不滿意了 他要替你安慰他 你要跟他講說 對,他怎麼那麼過分 下次不要去好了 我聽到的是 我覺得他其實是很滿意這個髮型 可是覺得太貴 不敢跟他講 所以他用另外一個方式 所以他用另外一個方式 跟他講說 那個都是他逼我的 對,就... 就不是我的錯 對,可是其他自己是很滿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要花這麼多錢 好像這個感覺 我也覺得 對我們男生 很難聊得台灣女生 大火囉 現在大火了 因為之前 現在我有時候要去出差 然後我之前剛好在台北 早上七點要開始上班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是從台中來的 所以要上四點半的可運 因為高鐵也沒有 所以這個意思是我要起來三點半 這個根本就沒有睡覺的意思 對 所以我跟他說 前一天 我... 前一天晚上我上去台北 睡我朋友的家 然後上班就好了 但是他說不行 因為結婚之後 如果可以睡在家的話 一定要睡在家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也滿大道理的 所以我說好 而且我不想跟他吵架 所以就跟他說 好了 好了,算了啦 你開心就好了 你決定就好了 我真的希望 他變開心 對啊 對 他是體諒對方 這有什麼不對 你的語氣是這樣嗎 你的語氣是這樣嗎 算了啦 就你開心就好了 你決定就好了 對啊 他用語氣還差不多 真的 但是真的我希望他開心耶 就是字面上看起來OK 可是看了他的臉部表情 覺得想打他 對 我給他贏啊 為什麼我有問題啊 不是,因為你講這句話 就代表說你其實並沒有同意 但是你妥協啊 但是我有聽了 我變成乖乖的老公啊 但你 你不是心甘情願的 心裡面還是想要永遠離開這個家 沒有永遠啊 我就是一個講道理的人嘛 對不對 然後就是 先噴吧,先噴 真的嗎 對,我沒有講錯啊 但是有一次我女朋友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她佛超大 什麼話 那是你的 BUB BUB,看不到,看不見 阿彌陀佛 趕快念啊 我看不到 我看不... 眼睛快瞎了啦 那是你的事 有不干我的事 這話題很過分耶 比較分離我 哪有,哪有 怎麼辦 把它噴瞎 看不到 你一噴到沒火了 我一噴到沒火了 等一下,火花去了 火花去了啦 因為我女朋友 一直保怨她的工作的事情 OK 保怨可以 但是我們日本人 不習慣回到家 就是保怨工作啊 或許就是 今天發生什麼事 如果好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但是 發生壞的事 或許問題是 她一直在換工作 然後她每個就是保怨 是這個環境 今天那個 上面的人跟你講什麼什麼 但是她只是 自己選擇的事啊 所以你不喜歡負面的 對,又不是我的事 因為我在 因為我在 一直被攻擊 已經負面了 所以我回答她是要開心的 知道嗎 那是你的事好不好 那是你的事 OK 講到工作這一塊 會特別容易讓我發火 就例如說可能 明天有很重要的主持活動 然後我就會為了要那個主持活動 我需要做手卡或什麼的 那我常常會緊張 會熬夜 然後我就有一次 就是為了要準備隔天的活動 好,我就熬夜到三更半夜 做手卡 結果沒想到 早上要去公司書畫 因為就是男性工作人員的一句話 整個徹徹底底的把我惹火了 而且是大火 大火耶 他看到我 對著我說 我整個就是... 這個工作人員 應該生製作人哦 可是因為你心情是... 又怒 然後又火 是又委屈的 又沒有睡好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很認真的在準備今天的活動 然後我熬夜 我做手卡 而且我在來的途中 我都習慣在車上敷那種片狀的面膜 我已經在急救了 我萬不得已 可是你看到我熬夜 我一定會氣色差 你怎麼可以對我一個 這麼工作 這麼認真 這麼上進的人 講這種話 你說我是... 太直接了 被打還是卡到音 你講這種話對嗎 所以就是 我明明前一天跟我老婆說要去看繡球花 是 第二天我就穿衣服 她問我說你幹嘛 你要出門哦 就跟你說要看繡球花啊 沒有啊 剛剛我才聽你講說要看繡球花的 對 我前一天真的有跟她講 是因為女人容易忘記自己 怎麼 可是我覺得我們家相反 因為之前都是我在拍八點檔 沒日沒夜 所以很多話她告訴我會忘記 那現在相反了 其實她沒日沒夜 所以我告訴她很多話 她都會忘記 是 就完全相反過來了 好的 那我們要來問一下三位啦 男人就是有這個毛病 嘿 怎麼樣 接得很緊 各位是職業後母啦 對 沒有啦 後級的 每天都要練球 然後她練球的時間是 早上一場 晚上一場 對 有時候會忽然早上不練 晚上練 那是我每天問很合理 對不對 然後就對不對 誰知道呢 這個計畫有點趕不上變化 我們又不會算命 誰知道妳明天工作表現什麼 見鬼 我不是在擺攤的 然後我就晚上就會問她說 明天早上幾點 她就會深呼吸 她就這樣 明天晚上 這樣 我就說 什麼意思 她說 就是只有明天晚上要練 然後我說那妳幹嘛深呼吸 她說 因為我講過了 我說 我說妳沒有告訴過我啊 然後她就會說 反正不是早上練就是晚上練 如果我早上起床沒有準備好 要立刻去換球衣的話 那就代表 可是妳就好好講話 而且她中間還有強調說 妳目色不好 因為我沒有換球衣啊 對 就是還那個 轉個彎還罵我起來 我覺得男人就是沒有腦子 因為他們很容易 就是明明知道女人為了這點 一定會生氣 那她就是 像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就是明明知道 我超討厭人家去夜店 就是我的 鍵字聽到 夜店兩個字我就會爆炸 因為我就覺得 男生去夜店就是要把妹 就是要跟女生摸來摸去 就是要要女生電話 等一下我還沒講完 對 去是要研究裝潢的 去研究裝潢 去研究裝潢 玉琳哥就是一個 愛設計的人 對 夜店黑默默的 對啊 什麼都看不到啊 只看得到女生的那個身材 沒有 她有時候就看女生 那是什麼 假期要注意一下 玉琳哥都是看人家身材 我們去夜店的大家都知道了 反正總之我覺得 男生就明明知道我討厭 所以我那時候那男朋友就很 很愛晚到了禮拜一 禮拜二就是夜店有開門 她一定都去報到 然後呢 偏偏 說不定她在夜店上班啊 對 知道後面 知道後期 一開始的時候還沒 然後到了禮拜三 Ladies Night 明明人家就講Ladies Night 為什麼你要去跟人家湊熱鬧呢 然後我就會一直苦口婆心跟她說 你知道去夜店就是晚上 這樣常常熬夜 然後又要喝酒 又吸二手煙 這樣對身體很不好 你知道嗎 我就是苦口婆心一直勸她 她就還是要勸 妳Ladies Night不去 妳是Boys Night妳才去 對啊 這合理嗎 等一下Ladies Night就是叫你Ladies Night去 就是女生去的日子 為什麼你們男人知道 那妳有沒有想過那些Ladies去 結果他們要辦個Man 所以 她不是無聊了嗎 所以你們Man也是要去看那個Ladies的 就是承認嘛 然後明明知道我討厭她跟女生交友聯絡 討厭去夜店 她最後索性去夜店上班 因為她說這就是我的工作啊 那就沒得講了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分手了啦 因為我真的受不了 我覺得男生就是白目 為什麼明明知道我討厭還硬要去小梁哥 為什麼呢 沒有 那個聽了就知道 她就是深愛其中 她就是以夜店為家的一個人 這就是你們都有藉口 那就是要辦妳希望她幹嘛 她不去夜店她去哪裡去酒店 對不對 她去阿公店妳會高興嗎 妳也不高興啊 對 還寧願她去阿公店呢 還好就覺得差不多應該要噴了 都沒有要問一下各國行男 那請問一下 另一半非常不喜歡你們去夜店 或是有夜生活的情緒圈 肚立嘛對不對 對 為什麼每天都要背面 像我昨天晚上出去喝酒 找一個很久不見的朋友 好久沒有看到她 然後她就叫我去她家喝幾杯酒 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所以定要吃白 跟她老婆一起 所以我們三個去喝酒這樣子 我喝到差不多三點 我一回家 就開始被罵 你為什麼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而且 我做什麼都是每一次 我做什麼都是每一次 我很少會這樣子 然後喝到三點而已 回家 她就開始唸我 你喝到三點還叫而已啊 三點鬼都開了 三點還好吧 人家說半夜三點不能喔 在那個陽台披衣服 然後人家叫妳的名字 你希望不能回頭 對 後來要幹嘛 後來有鬼啊 後來有鬼啊 馬丁馬丁 其實我覺得比較 柏米奇嘛 就是我老婆嘛 因為有一次我去 我有朋友 約我去KTV唱歌嘛 那因為我是好男人 所以我就會先打給老婆說 老婆 今天有KTV的局 要不要一起去 然後她就說 今天不要 可是你可以去喔 然後我就 你確定嗎 那我就去啊 我說好好好 你去啊 你可以玩得開心一點這樣子 那我就 好吧 那我就去那邊 然後唱歌喝酒 那樣玩得很開心 中間還有電話 就跟我說 你在做什麼 那我就 我還在唱歌 晚一點回去啊 那我就說 好 OK 沒問題 可是呢 你知道嗎 我回家的時候 然後一開門 又看到臭臉 然後不理我 然後就 蛤 什麼東西 然後她就不理我 然後我就 欸 到底怎麼樂 然後我有一點喝醉 撐什麼氣啊 然後她就說 你幹嘛這麼晚回來 你不知道嘛 你現在才記得 你有老婆嗎 記得你有家庭喔 這麼晚回家幹嘛 那你到底幾點回家的 就在兩三點吧 那請問你幾點去唱的 就晚上九點吧 那很久耶 還要唱歌啊 還要演唱會啊 還要演唱會啊 幫她分享 我喜歡唱歌嘛 我整個劇本都要唱完 才可以回家 她有沒有聽錯啊 她是說 你去 你去 你給我去試試看喔 沒有 就這個意思喔 是啊 你老婆的意思是說 你去沒關係 但她會希望你一點錢回家 對 我覺得你唱 你四個小時 算是差不多 可是她奇怪 就是說因為她已經說好了 然後還說 你這樣子 記得你有老婆 你不知道嗎 你這樣子喝酒 你會壞身體啊 你老人 我不會照顧你啊 這樣子 好 那我問你 如果你老婆 九點去唱歌 半夜三點才回來咧 你會怎麼樣 可以嗎 她已經說好了 就 說好了 可以 還是妳希望她 三年後再回來 不是這樣 我會一起去的 好 一起 那我們要問一下 女人團啦 對不對 她是為妳好才發火 妳卻不領情是這樣嗎 皓然姐 我其實每次 每一件事情 都是為我老公好啊 因為我老公 你知道 男人到了中年容易胖 胖了吃多 身材就會腫 腫了之後血壓就會高 對 然後我們家 尿酸也高 蛤 這位三高啊 對 而且會有老人胃 對 頭髮變少 她只要沒工作的時候 她就會躺在我們家客廳前面的 一個躺椅上 而且她不管 整個隨時要走是吧 欸 欸 欸 會找妳一起去 我們鄉下的老人都這樣喔 對 但是阿伯在那邊躺 阿伯妳這樣躺的 覺得不可以 說不然我就看水溪要去啦 而且 就算是前一天睡了九個鐘頭 她離開房間走去特定 她還是會繼續把那個椅子 一拉就躺 那我就跟她說老公 妳不要 妳們家的還不是沙發 是一拉躺的那一種 對 就是一拉 旁邊會整個躺下去的那種沙發 好主事喔 就弄沙發 有有 Lazy Boy 對 然後我就跟她說老公 不要叫一天躺 他就不聽 可是他每次躺躺躺 他就會想睡 所以病人說 一天躺都吃了 沒有 玉琳哥 我有觀察 尿尿的時候會起來 對 我尿尿不起來就慘啦 沒有 你之後可以旁邊撞尿袋啊 你連起來都不用起來 你要分析啊 他沒起來一次就少一次 然後每次吃的用的 我都會拿到椅子旁邊的茶巾上放著 他就會這樣躺到晚上 其實這很像我現在在過的生活 對 然後我會為他好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躺 因為躺多身體不好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 我在嫌棄他懶 嫌棄他好像燙 嫌棄他好像不如別人 妳為我好 但是妳講的那個話 有一點點轉了一下 都講 他怎麼講 他一看就要講說呢 就是說他 他其實是在考慎你 可是你聽不出來 他會跟我講說呢 你這蠻有道理的啦 死後避藏免 是不是很有道理 然後他也會跟我說 你再繼續這樣躺的話 下面 下次我會再給你裝兩個輪子 你還要唸你 要把那個乳床 乳床 還順便給我拍一下 對 還有下次可以請那個 皓然姐幫你請看護啊 對 會唸一千五 那 那讓背景跟什麼 他就是看護啊 沒有 躺太久了 可是張志豐不會這樣吧 他是運動健將 他也是可以躺很久耶 真的嗎 他躺的姿勢很 撩人是不是 就當美人魚 所以你都不會讓它太輕鬆 然後都不會換喔 手都永遠不會痠喔 可是他最可惡的不是這個 他最可惡的是他很愛喝 外面市售的那種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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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怎麼講到這個字 你會害羞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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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市售手搖的那一種 你嘴巴要怎麼要這樣 手搖的那一種 我要看你的嘴型啊 他 手搖的嘛 一般都知道 那個對身體非常不好 喔 我們需要先提及嗎 主持人放不了 有一位太太笑腸子 我一直在想那個 你的畫面 含糖 含糖 不是吧 他球員 他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躺刺太多 是對身體也不好 可是球員是那個熱量 消耗得很快 很快 但是也不能把他當水喝啊 他會這樣一直 因為你這樣念他就發脾氣嗎 他是 他就會翻白眼 可是他是誇張到他去 每個月都去訂一箱 哇 每個月一箱 那一天也才一瓶還好啊 沒有沒有 就是他每天持續買 可是他還是訂了一箱 放在那邊 然後你知道那個 Seven賣那一瓶有多貴 好像三十五 對 三十五 那你兩 你如果一天買兩瓶 一天就要花七十 對 因為他一天才一百啊 對 這樣七十就沒了 就沒有了 我要是立體的話 你可給他喝 總比他在那邊 玩電玩一天 然後花七百也好 是不是 對啊 然後我後來就苦口婆心跟他說 喝那個真的對身體不好 然後叫他不要喝 有一天他就 他就覺得說 我什麼不良嗜好都沒有 我這只會在家玩電動 我又不會出去跟人家拔妹 我也不會蛋麻 我也不會跟人家甜點餅 我連喝個 都要被你那邊露一巴掃 然後被他引爆完忽然覺得 好像有道理 有道理啊 他就沒有其他不良嗜好 對不對 而且問題是他那已經不含糖了 對啊 不能喝嗎 對 他是埋不含糖的 對啊 是不是 然後後來就想說 好啊 算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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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這樣啦 喝不動 對啊 艾亞呢 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對男生 我覺得男生有一個點啊 就是不可以隨便做 就是跟女生講話太曖昧 因為我覺得是會讓女生 誤會的 所以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就很喜歡 就跟他公司的女職員 就會譬如說 講話講一講就會 摸摸頭 然後傳訊息可能就會 會傳一個笑臉 或是傳一個 青嘴的 嘟嘴的臉 然後我就有很多次跟他說 你這樣子會讓女生誤會 因為他說他沒有意思 他說不是 因為我需要跟 就是公司的女職員 就是親近一點 這樣他們才會為我賣命 然後我說不行 你這樣子讓人家誤會 人家會覺得你喜歡他 然後我就重複一直講說 你不要這樣做 他還是一直這麼做 他就會最後就會抓狂說 你為什麼要管我這件事情 我就是為了公司好啊 難道你難道 摸個女生的頭 就會跟人家生小孩嗎 就是會嗆這種無聊的話 然後他們覺得 他們這樣是應該的 你們是不是都會 一定都是肩摸頭 搭肩嘛 對 還會堅守嘛 還會接吻嘛 還會上誇嘛 這個流程就都是這樣 一步一步的嘛 一步一步 這一個是不是很容易 這你的顧慮是對的 來 我們來問一下 女人常常會說 都是為你好聽得很煩的 請舉圈 一定都是為你好了 不會有人說我是要害你 對 對嘛 明威你沒有舉圈的原因是什麼 他如果好 我一定都很開心啊 我不會覺得煩 因為他如果 不會再跟我講什麼多話 那他可能 我覺得我才會比較煩 他也是為你好 他怕你 瘋年紀的時候表演不好啊 對 蛤 我表演都一次到位 OK 我們喝醉 我們回家 要吵 來 我們好好睡覺 對… 想給你兩巴掌 對啊 那我早上我起來 我起來之後 好好的跟我講好不好 你這次還醒不來了啦 阿姨 今天你醒 那次是 晚餐的時候我帶皓然他們 跟我兒子女兒去吃飯 是 然後我們就去吃那種 有滷肉飯 有幾樣那個小菜的 然後咧 然後他們點完之後 我自己就看到 滷肉飯20塊 是 白飯10塊 是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哇 那這樣 就差一倍嘛 對 那我就為了省一下 省一下錢 我自己就點一個白飯 就吃 那皓然就看在眼裡 結果那天吃完回去之後 我一個朋友打電話來 就是他在 然後就是要人去保他 是 那我就跟他說 我去不方便吧 很怪吧 他就跟我說沒關係 你就拿錢過來 那他叫一個朋友 來警察局 給你拿 外面拿錢就好了 一萬多塊吧 然後我就跟皓然講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 已經到警察局了 我想說很緊急啊 那錢在那裡 我就跟他要 他就不給我 那就說 就一萬塊也不給你 對啊 就不給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憑什麼錢不給我 他說憑我是你老婆 那我就很生氣啊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他不了解我們男生 在外面跟朋友的友情 一邊是友情 一邊是愛情 左右都為難 你是不是覺得你對 當然對啊 你來這裡坐一下 不是啊 不是 張明哥麻煩一下 因為我們人在外面 就一定有時候 會常常會有一些困難 什麼樣的困難 有一些我們 我們在外面 遇到困難也要朋友幫忙 當然啊 那所以算了 我就硬叫他要把錢拿給我 他不聽喔 不是為了一萬塊 是因為結婚這十幾年來 他常常一通電話 要我去幫他到警察局去保人 為什麼你的朋友都會幫他 為什麼你的朋友都會幫他 對啊 請問一下現場 你怎麼進交一些更生人 不是 玉琳哥 請問現場的三位女性喔 而且這些人跟他不是很好 可能只是三年前合作 劇組的哪一個燈光師 不是啦 或者是某某某 可能拍戲曾經碰過 南部的朋友 對啊 江湖舊集嘛 不是你每一個南部的朋友 都要被抓到警察局 沒有 不是每一刻啦 沒有 你們會去保嗎 就說已經好幾次這樣了 沒有好幾次 有 都幾次啊 我想說 都同一個人嗎 請你去只有一次而已 一次而已嘛 為了一萬塊他拿不出來 不願意去保 以後鍾平哥在江湖的名聲會好嗎 對啊 然後 錢不是很多嘛 還有一次十二點 也是叫我去啊 也是五千塊 也是讓一個人出來啊 都是很小的錢耶 常常去都能跟警察打個折嗎 其實錢多我覺得還OK 錢多還會還 就是少錢 五千一萬這個 就不可能的 然後 然後他為了 十塊的滷肉飯 在那邊斤斤計較 要是你們老婆你們氣不氣 氣 也是這個概念嘛 對不對 他就不會煩 搞不好警察局把他那一百萬拿去 活存 搞不好還有三分之一 三利息對不對 請他給我一張儲值卡 是不是 他耍了一個很賤的招數 是什麼 然後 然後他也把提款卡給帶走了 然後我就沒有錢了 那你怎麼跟朋友講 那我後來就跟別的朋友掉 那我後來就跟別的朋友掉 你也要把他保出來就對了 那現在已經沒有在發生 這樣的狀況了 現在沒有了 那就OK了啦 既往不救 既往不救 是 那我們來問一下 型男朋友啦 你們也會借錢給你們的朋友 但是另一半非常反對 有的請舉全 夢多 一定會的就是 當然就是講得沒錯 就是為了男生朋友 因為我們就是男生比較重視友情 而且我不敢來 我就相信了 不管哪個國家 台灣 韓國 美國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每個國家就是比較男生 比較會就是尊重 男生跟男生的友情 因為有些東西 不太可能跟老婆講 但是就是男生朋友會了解 就是叫兄弟 但是我之前女朋友 那他們都很不喜歡聽到說 我跟那個兄弟們一起吃飯 因為我們也不能太早 所以剛好 就是說我知道你們的需求 就是說 你們管太多的人就是說 我們常常 跟男生朋友出去或去幹嘛 當然會不會給他 因為就是我剛剛跟你們講 就是男生跟男生比較怎麼說 比較 女生不同的事情 男生會了解 小陽哥… 我覺得男生真的很過分 有時候男友連幫你出一次飯前 他有時候都捨不得 還換成女生出 他們借給兄弟幾萬塊都願意 男生… 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哪裡不一樣 哪裡 不一樣 不是 你說清楚 那… 幹嘛好講 還好 等一下… 因為女生 好 女朋友吃飯 我們出錢男生吃錢 就是應該的 沒有 有時候你們也不一定有出錢 出的還心不甘情不願 男生朋友跟你借一筆錢都很願意 不是… 你有沒有發現過這樣的狀況 你沒有付你女朋友的錢 但是你借給你朋友很多錢 沒有… 還是 不是 我還是給那個女朋友 就是吃飯幹嘛 我幹嘛結巴 對啊 不是啦 會 還是會 但是就是說 男生… 我們都愛男生 你知道嗎 就是男生跟男生 比如說女朋友在旁邊 最少就是 因為女生比較親密的嘛 比較close嘛 然後就是 可以 那你今天我比較沒有錢的時候 你可以幫我付錢或去幹嘛 當然 平常的時候我們都付錢 但是有時候會這樣 但是呢 男生比如說 我兄弟 我朋友 拜託 就是夢多卡布克一切 3000塊 現在這個真的很窮 然後說好啊 OK 當然是五萬六萬就不行 我們一開始有聊到就是說 惹女人發火 其實是有一些關鍵詞的 是 好 我們現在來講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 當男人講這句話的時候 女人團真的很不開心嗎 當然 非常深切 那那個還不弄下來答你 不是 不是這個的問題是說 你們不開心的程度是 也許他以為說 你們真的不了解 你們到底是誰啊 那你會這樣講話啊 這個是瞧不起的語言 對啊 鍾萍哥會這樣嗎 他不敢 他還沒有對我講過這種話 而且 妳以為妳是誰的意思就是 妳根本就是豬 懂嗎 那個罵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妳以為妳是誰的話 感覺上是像 妳就是個外人 對 看不起 比如說妳看 如果說妳以為妳是誰啊 接下來就可以接說 妳又不是我媽 對 這句超常用的 不是 妳以為妳是誰啊 她的目的就是要讓妳知道 妳是她老婆 對 所以妳已經 妳已經做超過 老婆該做的事情 那老婆應該做什麼事 老婆才可以做任何事 老婆要溫柔 要體貼 要逆來順受 這句話我曾經跟我老婆講過 那是 那是基於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嘿嘿 好 妳做 我站起來 就是有時候我們工作很勞累對不對 當然 回到家裡面想要幹嘛呢 希望打開門迎接我們是這個 結果咧 然後坐在沙發上 迎接我們是一雙拖鞋 走進浴室迎接我們是 結果不是 那天天她沒有陪我錄影 對 那我錄影有點延遲就往回家 是 那往回家她門一打開 她就說 今天因為妳要錄影 我不想跟妳吵 為什麼 但是現在錄完了 這個邏輯是怪的啦 就錄完 錄完妳根本不應該跟我吵 錄完應該讓我開心對不對 什麼東西 她就 把昨天發生的事情 昨天她從我的手機裡面 有女生就傳簡訊來 對 怎麼會這樣問妳問題 什麼意思啊 怎麼可能 太扯 其實是一個很多年沒見的女生 是 好啦 那這裡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她就真的這個事情 就開炮了 然後就 就說你這樣子 你都忘了你結婚什麼等等的 然後我才會跟她大吵大鬧嘛 我才會說 我已經累成這樣了 為了我自己 我可以輕鬆過日子 我是為了你 為了美好的未來 為了這個家 但是 我現在錄完影 很累了 你應該讓我開心 不要再拿這個無所謂的事 來跟我吵 你以為你是誰 我講了你以為你是誰 就是說 你不能這樣子跟我吵 你是我老婆 對嘛 你應該付出更多的包容跟體量 對 我沒有說男人多偉大 但只是說 因為男人有時候壓力很多 有時候外面 很多時候是你不曉得的 他的委屈 他的挫折 可是為什麼要用 你以為你是誰的話 聽起來就很不舒服 太沒有 你以為你是誰 就是說 你當作你是教官 你當作你是老師 你當作是 那不行嗎 生活上有遇到真實的案例嗎 我承你 玉婷有沒有 就像我之前 我教男朋友 有幾個男朋友都很喜歡 比如說很帥 很 就是像那個躺在椅子上 都不動之類的 然後有一次反而他就是 很愛打電動 可能 有22個小時 然後你就會很不爽 那就一次一次先從 一定從溫柔勸說的開始 不要打這麼久 對身體不好喔 然後說繼續 好 不理 然後不要打這麼久 對身體不好喔 還是繼續不理 然後你 就是這樣 會這麼好啊 然後就後面還不只這樣 你以為你是我媽 但我媽都沒有管我那麼多 就管那麼多 幹嘛 都會討銷 可是我們是為你好啊 而且你不應該打電動 打24個小時啊 而且為什麼要接這句話 對啊 怎麼樣 張志豐也打24小時嗎 我現在說的不是張志豐 因為他 不太會這麼沒理由 所以是前任嗎 之前的 他只交過一個男朋友 因為我為他付出很多 我 我為了他要重考 那個 補習 就是想要考更好的大學 然後我就是沒有繼續 還是本來自己就考不好 對 他是一個很上進的小孩 然後他想要考更好的學校 然後考沒有考好 所以就重考了 那重考是不是要補習 對 我就去打工 幫他付補習費 真的假的 就是打工 幫他付補習費 然後 我每天就是要 後來這個男朋友 變成李安嘛對不對 沒有啦 真的假的 如果真的是李安 他也值得了 真的 對不對 你可以養成什麼氣耶 我也沒嫁李安 你知道嗎 反正就是 對他好到這個程度 然後某一天呢 我就在那個家裡 跟他在看電視 然後我就很苦口婆心的跟他說 他真的要好好唸 因為我發現他最近 有點壓力過大 然後有點放鬆了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快要到聯考 他真的要好好唸 我就只是苦口婆心跟他講了一話 一段那種道理 我說 你看你現在錢付不出來 可是因為你遇到了我 我願意為你付出這些事情 可是如果你沒有遇到我 你就沒有錢付補習費 你這個人 就算你再有雄心壯 你也沒辦法發揮 對 你就可能永遠就在這裡 所以我雖然不是說 我要誇大說我有多偉大 可是我真的希望你好好唸書 然後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喔 電視一關 就這樣轉過來看我說 我是你老媽 我是誰 家裡四腿都把它弄 吃我的喝我的 放我的睡我的 你還問我是誰 故事都給你講就好了 你很壞耶 沒有 來賓跟來賓之間 不要吵架 你轉過去 你講… 我講到哪 我都忘了啦 沒有… 你以為你是誰 你以為你是誰 然後呢 我是你老媽 對 我就說我是你媽 我什麼時候幫你做什麼… 他就說你到底原來是誰 你只不過去打工 然後 你還跟我講的那道理嗎 然後我當下想說 哇塞 我真是遇到一個 史上最賤的男人 我想說慘了慘了 現在要怎麼收呢 要怎麼…那個挽回 正當我在想的時候 他就站起來說 你真的… 我就是覺得你好像以為 你自己很了不起 然後還繼續喔 我想說你真的不知道 我混哪裡的 我就站起來 直接賞他一巴掌 然後咧 我就從他頭這樣扒啦 就從他頭這樣扒下去 然後跟他說 我告訴你 你欠我多少錢 我會明天把所有的帳 拿給你看 請你畢業之後 一一還給我 你還等他畢業 因為他現在沒有錢 那我們要問行男啊 你有講過這句話嗎 夢多 你有講過你以為你是誰嗎 有… 來這裡做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一直換位置 有點辛苦 這句話真的很傷人耶 因為日本男生比較大男人 然後 比如說我騎摩托車 然後就是為了摩托車 發多少錢 他們覺得生金幣 然後就是講的 為什麼為了摩托車 發了幾萬塊什麼的 因為我想說 我會好好講 但是呢 不管是哪一個女生 女生喜歡 他們越講越自己佛大 然後就是口氣上的問題 比如說我在 比如說好 那拍戲好了 為了拍戲要減肥什麼的 然後啊 你吃多一點 然後 而且我本來是運動線索 所以對那個營養的東西很了解 對… 然後就是有時候 只有吃雞胸跟那個菜 水煮的 雞胸跟菜 對… 然後他們很喜歡說 欸 你這樣吃 吃不過啦 營養不過什麼的 我跟妳畢視喔 我每次去 欸 你是問你好喔 蛤 對啊 怕你營養不夠 不是不是 同什麼 你看吧 你了解什麼 我們的 這個東西我們的專業 你同嗎 期末大賽也是 這個是我們的專業 然後你們也不懂說 這個不好… 什麼都不好 哪裡來的好啊 什麼都… 那你可以好好說話啊 不用說什麼 你以為你是誰 不是… 是的 對 是我們的錯 是我們的錯嗎 對不對 這樣就對了 沒錯 還有誰講過說 你以為你是誰的 有嗎 應該不會再有 應該不會再有 因為看他動成這樣 應該不會再有 沒有 我直接杜麗應該要講過 這句話我不太敢講 因為 美國的黑人的女生 黑人的女生 跟白人的女生 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講這句 跟黑人的女生講 他可能會打你或是幹嘛的 打你 所以我們不太敢 打得贏你嗎 講這句吧 瑞典也會嗎 瑞典 在看什麼 我小就好 不行… 完全不行 為什麼 沒有啊 因為… 因為是比較女生社會 小男生社會這樣子 所以不可以 瑞典是 小男人的社會 對… 不能講 你這樣子 你這樣 你以為你是誰 你確定會霸社群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們應該嫁瑞典 因為我們… 對啊 因為她是瑞典才對 應該嫁給瑞典人 所以你們普通在瑞典的時候 男生對女生 都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開車門 其實因為就是吧 因為… 瑞典比較跟台灣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瑞典 就是… 你剛剛講台語嗎 好強喔 好強耶 就跟台灣是響語 我剛剛以為你也講法語 不會 跟台灣完全是想法 因為都是小男人 所以你不可以吧 因為女生 她們都會覺得 如果你幫她們付錢 你幫她們踢包包 或者是幫她們開門啊 開車門 或什麼什麼 她們就 因為她們都會覺得 我自己可以做 你幹嘛在這張車幫我 那你可以 那個…比較可以 那接下來關鍵字 還有第二一句啦 第二一句就是說 過犯 有聽過這句話嗎 皓然姐 有 我老公其實你知道 因為她大我 五歲她又比我早出道 是 所以不管做什麼事情 她都覺得 懂嗎 所以她就很喜歡 她是妳的前輩 沒錯啊 她是妳的前輩 這是我前輩 OK 但我懂得不見得比她少啊 像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因為她朋友很多 她常常就要參加很多的 婚商喜慶 婚事還好 她常常要去很多的公寄 我覺得公寄OK 如果說這一個長輩或怎麼樣 真的是妳很好的 OK 但有時候她要去 我都跟她說 今天是誰 她說 我說那妳為什麼要去呢 因為她說是 因為我的朋友跟她很熟 那她就說 有間接介紹 見我一面之圓 那個只有一次 妳每個都拿一次 不是那一次是跟李羅一起去的 對不對 就羅哥會帶著她參加很多 她可能也不認識也不認識 然後我就跟她說 老公你為什麼要參加 因為這種東西參加多了 不見得好嘛 有時候人很虛弱或怎麼樣 家裡有小孩 她就回答我說 不是啦 沒有講到後路啦 可是鍾銘哥 妳有講過說 你們女人不懂啦 妳們不懂啊 她真的不懂 妳有講過嘛對不對 對… 不是 我這邊講比較順 沒有… 這邊結發 VIP 她真的是不懂 是 還沒有講 還沒有講 為什麼不懂呢 我們這個菸也是 看到黑眼就太強了 沒有… 因為 因為人喔 其實是這樣 我這個人是 我覺得是 是 人就是 他家裡有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他需要朋友的溫暖 當然 所以變成說 如果說是 我們曾經合作過了 有朋友的情誼 如果說我時間來 安排得上的話 就是我覺得 可能是他們的長輩 我們去送長輩一層 可是你不熟啊 而且你每一場都到耶 不是啦 也沒有 我是要看時間啦 沒有 我一大週你每一場都到 那會不會這是他偷偷 自己的一個副業 我有跟他講啊 我說老公 你既然這麼多工技 你就組了那種工技環 他是不是有股份在禮儀公司啊 不是啊 你就 反正每次要去 對啊 對不對 那 因為他這樣子 讓我很大的壓力 有時候我是用偷去的 車上都有一套工技服耶 不是啦 中平哥也是愛場面的人啊 百年之後 他也希望這些人的 大家都來送他嘛 大家都來送他一層 對不對 風光嘛 對啊 那這樣中平 那玉琳哥 你有講過 你們女人不懂這句話嗎 換位子啊 加棒啦 來 來 加棒 玉琳哥一定常講的啊 我是最有資格講的啦 為什麼 因為中平 畢竟才大他五歲 你們不懂啦 來 你講的話弄到我 你才大他五歲 對 我到我老婆十七歲 對 所以我跟我老婆 不只是夫妻 我們也是 誰是主 當然我們是主啊 然後我們是 我覺得我們還像風人怨 然後 對不對 你跟芽芽差十七歲 你們是主婦的關係 然後咧 當然 所以呢 亦師亦友的關係 我教他是 很平常的事情 生活大小事 都是我在教他的 有一次喔 那個禮拜就是密集錄影 很累很累 每天我都喊累 累到呢 連那個夫妻該做的事 都懶得做 因為實在太累 是 一倒頭就睡 對 那結婚四年都 也沒有什麼好做啦 不…會啦 我們是每天都很新鮮 直到我的身輕靈的狀況 是OK的情況 是… 那個是累到什麼程度耶 累到喔 累到他稍微翻身碰到我 我嚇一跳 會以為他找我幹嘛 對 還誇張 還誇張 結果他 不是都湊涼煙在壓 不是 他睡太累 好 那終於呢 累了一個禮拜呢 到禮拜天呢 沒事了對不對 沒有理由了 那老婆就跟我說 那你們就好好睡覺啊 睡到自然醒啊 就那個什麼等等的 然後呢 我就說好 我就睡… 睡到差不多早上 差不多十點半 我就起床了 我就連忙在那邊找衣服 然後我也叫我老婆起床 我要起來… 我說什麼事幹嘛 不是要睡到自然醒啊 那麼早起來幹什麼 我說沒有啦 我跟朋友約中午要吃飯 昨天要跟你幹嘛幹嘛 你在那邊說什麼很累 吃飯你就有精神了 那我當場我就火大了 我先用中文講一次 我說你們女人就是不懂 我又講了一次英文 我第一次做這麼 靠玉琳哥這麼近 聽到這麼大隻腳 好有臨場感 有肚臂音效 當然 那我們跟朋友之間 有時候就是要多一點的聊天啊 看看你最近怎麼樣啊 互相交換訊息啊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因為累了一個禮拜 所以更必須要跟朋友聚會 對 那他整個大瘋狂啦 然後後來也是說 說那個你要吃你自己去吃 他就堅持不吃 然後我都換好衣服了 我還勾結 他說 來嘛… 來吃嘛… 不要 你再給我脫掉衣服 我說那幹什麼 他說你不要給我出門 對… 然後我就不管 我就也賭氣 我就… 就去跟朋友吃飯了 還是出去了 顏董 張志豐敢跟你講說 你們女人不懂嗎 你跟他天天講 真的假的 因為他就會覺得 他是直籃的那個 明星 超級大 那一旦我要問他 相關籃球方面的問題 他就說 你不把啦 然後我就整個火就來 想說 就是不把才要問 不把那麼多問你幹嘛 然後有一天 他是在做治療 他們就拿那種電療有沒有 那種很高級的儀器 回來這邊貼 這邊貼 然後全身貼 然後就開始這樣 就在那邊走 然後我就問他說 老公你這是什麼 他說電療 然後轉電是電療 我就說 是喔 那電療要幹嘛 他就這樣 就是做治療 然後我說 那為什麼你要貼這麼多 你那種膝蓋痛 你為什麼要貼 他就 其實呢 如果膝蓋痛 不是貼他的中間 然後呢 因為 啊 你不是啦 就講一半自己不想講 你知道 自己辭窮 然後就給小天心理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我就是不懂才要問你 如果以後呢 我也出去運動 然後這邊痠痛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到時候很痛要把你貼 不要問那麼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你問那麼多問題就很煩 要幫你替一次呢 沒有 你問太多就很煩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貼這裡 為什麼要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很煩 來 你過來這裡做 來 沒有 這裡就出來 其實明明你從外面走 你問你那麼經濟後面 大路不早要走小路 對 對 對 哈囉 哈囉 你什麼狀況會說 你們女人不懂 我覺得你就是不懂 就是一些小小的事情 例如說我們在吃飯 然後就說 你不要吃那麼快 我就是想吃那麼快 我就吃得開心 對啊 就是有可能會 把我的筷子拿走 然後就說你就不懂 你不懂 為什麼要吃那麼快 就是很開心 他就生氣了 你為什麼不能坐在桌上 跟大家一起共餐呢 是你自己不懂啊 然後我自己開心 這個飯是誰要吃 是我要吃的對不對 對 但是你這樣子跟我講是對的 對 OK Thank you Thank you 阿雅有嗎 比如說 很多男生明明口袋空空 沒什麼錢 之前加一個男朋友 就是我們出去吃飯 他也可能偶爾是換我付錢 可是到了朋友聚會的時候 他就想要裝大哥 所以這個時候到了結帳的時候 就 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然後每次吃飯都是我來 那我回家 一開始也不會在外面 不給他面子嘛 就回家說 那個寶貝 你可不可以不要常常 就是去付錢 其實大家有時候 GoDutch也OK這樣 他說 他就說你不懂 我們男人在外面呢 就是要做面子 而且這個時候 其他人可能比我都更沒錢 那第一次你不懂 你還覺得好啊 勉強可以接受 我就再跟他溝通 那你覺得 寶貝你這樣常常 在外面付錢不好啦 我們這樣很窮 家裡的開支 還是要節省一點 你就是不懂啊 你們女人會懂這些嗎 我們在外面 男人外面就是要給面子 去付個錢會怎麼樣 就會講這種話 所以他是大哥嗎 其實也不是啊 可是他就會說 那些外面的是小朋友 他在那邊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 就很喜歡蛋 他更誇張到 他不但搶負帳 還吃到魚半 他就偷偷去付了 對啊 十道菜才吃了五道菜 他就在那邊講 不是啊 這樣很有氣勢啊 對不對 你有急成這樣嗎 鍾名哥以後 多約我跟玉琳哥吃飯嗎 我真的也可以帶上我 OK的啦 又要公寄 又要買單 男生為什麼都這樣 我老公更扯 不是五道菜喔 他是你進餐廳前有沒有 大家都到齊 他說 去上廁所 去上廁所 叫我去上廁所 想叫那個來拿包包 就叫我去櫃台先放五千塊 哇塞 然後就跟那個櫃台小姐說 等一下有人要付錢的話 就跟他說 已經有人付了 可是到底為什麼 然後等到你之後要出去 多退少補 他就會還你 你的老公是體育選手對不對 一樣就是我們小時候 我們的前輩 給我們比較下面的付錢 這是輪流 所以我們現在長大對不對 不敢現在有沒有錢 不敢怎麼樣 可是要看看自己口袋深不深嗎 唉唷 妳先 妳不懂啦 不要 氣死了 公美換家 真的 不是 就是我一直說 要先奠奠自己到底 男人寧可窮 都不能失去那個氣魄 不是 那你有了面子 沒有理直又怎麼樣呢 就是要面子嘛 對 一定有開面子嘛 你們不懂嗎 破飯 對 我想問一下 那韓國呢 韓國女生 都是 因為 就是 因為你們知道嗎 那個胖子 我懂意思了 鍾萍哥你應該搬到韓國去 你只要一付錢 韓國女生就 不是啦 讓你付得方塊 你去參加風濟泰 不會GGYY的 對 因為 我跟你講那個 你們確實那個五霸 五霸意思就是兩個意思 一個是就是 我又親妹妹 她叫我伯格格的意思 對 另外一邊是 那個寶貝的意思 但是他們 好 如果跟女朋友一起去買東西 然後他們就看一個很漂亮 鞋子類的衣服 她說是 把衣服一樣 這樣 怎樣 咦 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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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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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日文 我怕 有咧 有咧 付錢 付錢在哪裡 錢咧 反正在考太多了 這樣你們就會付錢嗎 對啊 因為 平常都是男生付錢 韓國那個比日本嚴重 對 然後而且韓國的男生就是 不是互相 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 我要付錢 然後就是啊 比如說他想付錢 就是有點 沒關係沒關係 我來我來我來 那如果是日本呢 日本是不是 但是 大丈夫 你 這好 等一下 這裡有錢 所以日本跟韓國是一樣 會借錢囉 會 去付帳 看人 但是韓國比較嚴重 日本也會啦 就是我們是九州 看地方我是九州人 是南部 比較南部的話有點像 韓國有點像 我們就是 比較愛面子 所以我們 對 那我如果再度力 就會說 付錢了 好 我就付錢 要快幫你去吧 不是 美國需要這樣嗎 應該不需要吧 不需要吧 我倒是跟我女朋友說 她自己要付錢啊 要付錢啊 對啊 怎麼這樣啊 美國應該比較是AA制吧 這樣比較好 我覺得 澳洲呢 Jack 我媽媽是韓國人 對… 所以如果我比我年紀還要付 就是同性的 還是長幼優勢 因為她媽媽是韓國人 所以她會尊重韓國的習慣 我覺得 日本跟那個韓國的前輩 很重要 是 我們不可以忽略原住名 原住名是什麼付錢的 就輪流付啊 輪流付 沒有說真的 禮拜一誰 禮拜二誰 就那種一個感覺吧 你覺得開心大家朋友見面 那你就 好 我付 我口袋錢夠就付嘛 如果口袋錢不夠的話 看有沒有人要付 如果沒有人付 你還是覺得夠的話 你女朋友可能也沒有說什麼 或他反應沒那麼大 你還是付嘛 那我們關鍵字的下一個是什麼呢 下一個就是說 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不要這樣做了嗎 因為比如說女生有時候跟朋友吵架 或什麼 如果跟好姐妹吵架之後 回去就跟男朋友抱怨說 我跟你講那個麗婷真的很過分 她今天又遲到 然後等車子都不來什麼什麼 然後男朋友就說 不是早就告訴你 她不是一個好人嗎 早就跟你講 妳的麗婷很愛玩 然後就很愛出去 這樣妳不要跟她 可不可以舉別的例子 不要好 剛轉過來的會誤會 反正就是會 她會講你的姊妹淘 然後說我早就跟你說過這個人 我不喜歡她 然後你為什麼不聽呢 可是這時候我們只是要一個 好的答案就是 好啦 沒事啦 你跟她在講講 她不是常常這樣嗎 你們兩個好好溝通一下就好了啊 我們要的是這個答案 可是男生老是就會用小楊哥的嘴臉說 不是早就告訴過你了嗎 就是你那個時候 對 為什麼男生要這樣講啊 不是因為有的時候 男生真的覺得自己很聰明啊 也沒有 也不是 可是你知道被仙人跳都是男生嗎 說得好像很聰明 對 是不是 是 玉琳哥這個時候該跳出來了嗎 對 男生之所以常常講這句話 是因為喔 我跟你講 我們也不喜歡當馬克風炮的人 對 所以醜話先講在前面 然後呢 然後等到事情發生以後呢 男生其實一邊 一面是生氣 可是另外一面呢是 被我說中了吧 好討厭喔 我老婆在開車 一心多用 他開車喜歡 逼人家逼得很近 然後就有一次喔 有一次在那個趙哥 是 然後桃園大家聚會玩 趙哥也喝了幾杯酒 然後趙哥就坐在後座 戴著帽子 然後就睡著了 然後我老婆開車 然後我一直 因為很黑 我叫他要專心注意前面 不要一直在那邊看左右 他在看風景嘛 果不其然一台摩托車 就殺到他前面來 他這個時候才看到 一驚嚇 一驚嚇一剎車 那個趙哥整個人從後座 就 然後那個帽子就掉下來了 對 好 那當然我就跟 我就開始罵他了 我說不是 就跟你講 開車要專心嘛 你有沒有左看右看 你現在怎麼化妝 有沒有黏假睫毛 他開車看到可以黏假睫毛 放什麼手 你知道嗎 沒有… 就弄好了 他是可以這樣的人 要吃包子 要吃蘋果 菠茶葉蛋 這無所不來就對了 自貿線 對 好 那一次我就因為被我逮到了嘛 當然沒有撞上 可是差一點撞上 那以後的人家 害人家趙哥差一點心臟病發作 我就說 我說不是早就跟你講了嗎 早就跟你講不要這樣嗎 你看吧 出事了吧 然後我就把事情講得嚴重嘛 開了稍微五分鐘 我就聽到趙哥 奇怪後面一直有雜音 我就想要偷看他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 急促 急促 就我就聽到 趙哥不是說 大方大浪箭多了嗎 菁姐手還抓著 手還抓著 他這邊一隻手抓著 那另一半有每天用 同樣的事情惹你們過嗎 鍾萍哥應該不會啦 我老公每天都會惹我生氣啊 你老公感覺是 今天的第一釋主 因為我是一個愛乾淨的人啊 你看這一張他的床 這不是一個凡手 所以你們是分床嗎 因為他夏天 他氣管不好不能吹冷氣 所以到夏天他就去睡女兒的床 然後我每天 我大概每兩天 我要進他的房間 把他所有衣服先紋 紋了髒的要洗 然後不髒的幫他折 可是隔了大概兩天 他又會這樣 因為洗衣服很辛苦嘛 他每天都要幫我們洗很辛苦 那因為我這個人很奇怪 比如說我睡覺的時候是穿一件 然後我可能起來的時候換一件褲子 那可能有時候要下去送我女兒去的時候 再換一件 我再換一件那個衣服 那換了之後就放在旁邊 那其實都有穿 但問題是就是都是今天穿的 是 可能會兩三件 可是你可以折好啊 對 那我會就是 那就先放在那裡嘛 放在哪 因為就是有時候換那個動作很快 他曾經一天拿了 五條褲子出來 而且講了十八年 他都不會改 那 那再給妳一個建議 都不要洗 就放著 都不要洗 都不要洗 就給他抽 然後那個房間我都不要進去 都不要進去 對 你怎麼會擋面包蟲 不要這樣 他就會改 真的 真的嗎 因為他太習慣妳的做法了 對 真的 我跟你講 這就是 有啦 他都躺回 我覺得男生就是很 犯賤 就是因為呢 譬如說我們一起看電視 你稱讚林志玲漂亮OK 稱讚洪佩晨漂亮OK 稱讚六月姐漂亮OK 稱讚女明星漂亮多好 但你為什麼要去講的巨細迷 說 哇 這個 瘦布 這個屁股 這個瘦不了 就是你不覺得男生看電視很愛這樣嗎 然後不只這樣 我有一任男朋友還喜歡 走在路上的時候 因為男生應該很喜歡看女生 穿那個很合的牛仔褲 然後臀型很美 那我剛好是一個完全沒有屁股的人 就是平的 所以我都不太敢穿那種很合的牛仔褲 所以他在路上只要看到有女生 穿這種包臀的牛仔褲 就會說 你看他會跟我講 你看這女生 穿這個屁股真的很美 你看你就是不行 這種褲子只有他可以穿 因為你們女生也是會看帥哥說 我們才不會說 這個身材受不了 是啦 但是就是有可能是你的前男友 就是講話的方式 還有就是他的做法不對 對 比如說我會看別的女生 我因為之前就是年輕的時候 不懂事情 然後就是說 我跟女朋友坐在這邊 我坐在這邊 如果經過漂亮的女生 對喔 對啊 這太明顯了吧 所以我都會準備這個 然後就講話 看不到眼睛是不是 對 都看不到嘛 然後就是 因為你們是不是很在意 男生在看哪裡對不對 對 你看喔 我現在在跟你們講話 這個很重要 這是 不是喔 這是禮貌好嗎 禮貌 禮貌啊 不是嗎 對不對 看吧 是 皓然姐也不能稱讚身材嗎 這個喔 18年的婚姻 教會我的喔 就是 完全不要 我覺得 感覺上 是覺得很危險 因為 因為我覺得她 她可能就是 自己沒有的喔 妳再去說 我沒有什麼 她沒有什麼 都會很好奇啊 還是鍾銘哥你來這裡講說 皓然姐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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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認真了喔 她認真在問你喔 這18年 她為了你 生了一子一女 對 每天在家裡面 幫你打掃 整理 憐心如苦 她到底沒有什麼 對 我知道她不敢講 你都稱讚別人什麼 我不敢講 我在創 她 因為她小名叫木蘭嘛 你還要去掌修 掌修 專門她喜歡胸部大的 這一點是 妳的死穴嗎 皓然姐 她娶我的 我拿 怎麼會有女人沒有胸 胸子是有大有中有小 怎麼會有沒有胸 她有胸 但是少一個字 而且我嫁給她的時候 她追我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 這個 這麼完美的身材 要不是說 你追我的時候 我是低 然後我到結了婚之後 變成B 是 對不對 那既然你追我的時候 就是這樣 你怎麼可以在結婚當中 不去講到 那你當時就找一個大奶奶 就好了嘛 為什麼又要跟人家結婚 不是啦 因為我 我結婚是因為她的個性 我被我結婚了 那剛才講那個其實 過去沒有比較好耶 跟商人耶 好 是你 是因為你這個人啦 那只是說呢 有時候 因為 我們在看電視或怎麼樣的時候 有比較那個 就是你不能 不敢去跟她 巴基斯坦的女生 她很 care這個嗎 比方說啊 可能走在路上 有一個女生 潘潘亮亮 可是可能是有去 修改過的那種女生 整形的意思 對 然後她就說 你是不是也喜歡這種女生 我就說 還好啊 我喜歡自自然然運動的啊 她說你騙人 你們男生一定喜歡這種 那個可能下巴尖尖的啊 什麼什麼 然後一直講 我說沒有沒有 她說你一定有 已經有點激動 我說 對 其實還不錯 你看她 白白的 你可能 因為她可能沒有那麼白 我可能說她白白的啊 什麼什麼的 喔 就開始順著她 我以為順著她這樣講 她就OK 好 結果開始逛逛逛 她開始不一樣了 欸 不講話了 可能我們 吃東西啊 什麼的 她會莫名的 整張臉都垮著臭臉 生悶氣 我就說 你是不是因為我剛剛那個事情 什麼 沒有 那你幹嘛現在這樣子 我現在很正常 她就是 那種 因為我們巴基斯坦是 女生是比較小的 男生是比較 就是主導 大部分是這樣 所以普遍上 他們女生都是聽你的話 但是 男女平等在心裡嘛 女生久了 一定都會想反抗啊 會 很多那種反抗的活動 所以他們就是 好 我表面上對你們 男生最大 可是 她實際上會一直陰你 就可能 吃東西啊 可能她知道不能吃辣 可能辣的東西會變蠻辣 我就會 在廁所待會比較久一點 之類的 很多這種狀況 對 她是暗器在心內的 這一種就對了啦 但是有女生是會直接爆發的 像芽芽 對不對 玉琳哥 芽芽是這樣子啊 芽芽 對我的要求已經到了 我如果照她的指示去做 我遲早會 這是 這是 燒掉以後會有 會不會變成聖人 剛剛你們講說什麼 讚美人家胸部啊 什麼東西的 這一定是不行的 我連什麼都不行 你知道嗎 說Paul長得帥也不行 欸 那個還行 因為他知道我在講 說謊話 對不對 有一種情況是這樣子 是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婚前的時候呢 因為男生沒有不喜歡看 女生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就是走在路上 會這樣東看一下西看一下這樣 婚前他都可以忍耐 婚後呢 他就慢慢不耐煩了 常常有時候在開車 然後我窗外有辣妹走過 然後我們就回一看 他那個打人 我有一度都懷疑 他是不是有斷掌 我那一次真的是冤枉到我幾點 我就因為看到一個大看板 看板 那你們一定以為說 是不是林志玲啊 還是安心雅的那個什麼 廣告看板 不是 那是一個 是一個女的市議員 然後我是關心政治的人嘛 我想說 她的這個 她是代表哪個黨 我在那邊看看 結果 砰 也是腦門一陣熱 她就說我在看咩 可是她非常愛你啊 連市議員都不能看 就是只要是跟女生相關的事情 都不行 對 那我們要問一下秀蘭啊 你有覺得你常常莫名其妙 把另外一半惹怒了 有的請舉卻沒有請舉擦 有時候那個女生會莫名其妙的生氣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嗎 她坐在這邊 她不敢覺得 我覺得她還好 我都是 我真的這麼講 像我剛搬上來台北的時候 我跟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就是每天要上班 那我就是偶爾要上班 可能是週末 或是類似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剛搬上來的時候 我就是把它整理好東西 遮好衣服啊 把它放好啊 然後把 就是決定很多家裡要放 東西要放在哪裡 那一種東西 然後她就回家 然後我就說 你看我已經把你的衣服啊 遮好 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東西我就是覺得 我們放在這裡是最好 什麼什麼的 然後生氣 為什麼什麼都是你要決定 你就是什麼都要控制我啊 然後就生氣 我不懂 我以為我是做一些好的事情 我要幫她整理啊 就是 為什麼要這樣子生氣我不懂 就這樣而已吧 馬丁 愛做 愛念 莫名其妙的意思就生氣 我覺得 我老婆啊 因為其實我看她坐在家裡嘛 然後看個電視 打個電動啊 或什麼 然後坐在那邊要舒服一下嘛 然後老婆會進來 然後說 欸 玩 去洗一下 或是 或是把垃圾去丟 然後我就 喔 好 好 好 OK OK 然後過了五分鐘 然後就可以了 你幹嘛還沒有做的 欸 就說 媽媽還是可以做嘛 為什麼一直要等嘛 然後我就 等一下 我就是要之前倒啊 然後看完這個人等一下嘛 就說 來不及了 我現在才行 然後她就說 那等一下我現在來幫你 然後她 來不及了 我已經開始洗了 你就是這樣 每次都不幫我做事啦 然後一直唸一直唸 如果不看她的臉 聽講話 真的有一點 超小的 真的很激動 像洗廁所也是我負責的嘛 因為她不會碰 所以洗廁所我就會去那邊 然後我可能再洗 那因為我要乾淨一點嘛 所以我所有都會洗 就是馬桶後面下面 那什麼小的洞裡面 然後洗 就是洗碗的那個 我就會把門拿下來 全部都要洗乾淨 可能洗個兩個小時吧 然後這樣子 就老婆會出來 你幹嘛還在洗廁所 你幹嘛 我怎麼不知道快一點嘛 我要上廁所嘛 然後一直說 你洗這個幹嘛啦 該洗的不洗 因為她就是這裡 又要洗那個洗手 會洗的 可以從方家先來一下 是不是很模明其妙 為什麼我現在已經綁你 做完洗廁所很乾淨的 因為很多男人 根本就不會洗廁所 是 其實廁所很髒啊 然後你都不會去碰那些東西 那就會累積嘛 一直越來越髒啊 我覺得這個要好好洗 我覺得以後 要告訴台灣所有女生 瑞典的男生可以考慮 真的喔 可以耶 好好喔 好難喔 那夢多呢 在日本的時候 我跟那個日本的小女生交往 而且她很乖 就是 還不到多久吧 就是我們再回家看那個DVD 然後呢 她很喜歡看恐怖片 我不知道女生 為什麼就是很多女生 不是喜歡看恐怖片嗎 其實我很怕 為什麼 我會怕 但是那時候就 你怕看恐怖片 怕鬼 沒有 我怕那個嚇死 怎麼自己會怕自己呢 沒有啦 那時候就 但是看夾網 所以就是我是裝的 就是一點都沒事一樣 就這樣 好 就一起看 然後我開始 因為我很怕 所以 我就是一直問 就是 她誰 那個後面那個誰 那個 看看她在嗎 在不在 結果她的 不要逃 現在我在看DVD 我嚇死你知道嗎 我 變恐怖 變恐怖 然後到我不曉得 你說 因為她陪你看的時候卸妝的嘛 對 沒有沒有 我也沒有啦 好 沒有 我覺得她們的點就是說 她沒有生氣過我 通常很溫柔 但是就是 她喜歡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在旁邊講話 突然大爆炸 有心理上會這樣 就是莫名其妙 沒來由的 突然喔 不是有情緒的喔 突然 砰 就嚇死了 會這樣嗎 莫名其妙 沒來由 結果事後自己覺得 好像有一點不好意思 剛剛好像太Over了 我們怎麼會幹這種事 對啊 沒有啦 她不會做這種事啊 都不會嗎 那麼溫柔 那邊可以噴一下嗎 對 其實我覺得女生 總是會有任性的時候 那我有一次比較誇張 就是那時候 有一個男朋友真的對我很好 然後她就會常常 買宵夜給我吃 然後她家住很遠 住在辛亥路那邊 然後那我很喜歡吃 士林夜市的某一種蔥油餅 加那個蛋 然後她就會從 辛亥路開車去士林夜市買 買完之後送到我淡水的家 給我吃 這不是她住的園 是妳住的園 對 是我住的園 然後有一次我 因為我教求我 總是跟她說 我要的蛋要半生熟這樣 然後有一次她買的那個蛋 拿來我家的時候是熟的 然後我那天心情很低落 然後她拿了一個 半生熟的蛋給我的時候 我就很生氣就把那個壽柄 往很遠的地方丟 然後丟完 之後她就默默的也沒有生氣 就撿起來 然後去士林換了一個半生熟的 再送來我家給她 再跑一趟 對 但是呢 我要講 就是我那時候生氣的點 是因為我覺得 妳怎麼會跟我在一起 這麼多年 然後妳會忘記我喜歡吃的是什麼 所以我還是有點理由的 但她還是就是滿心的願意 幫我去換那個蛋 然後再拿來給我 這樣子 其實她去也是罵那個老闆 對 那麼多年 然後買那麼多年 妳怎麼會想她不要 那又是半生熟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不是她的名義 是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有問題 是老闆錯的 她相信那個老闆 所以我覺得 妳這個難道吃的 就不對的時候就會覺得 妳怎麼不知道 我想吃什麼 明明就是了解 我們在一起這麼多年 還有點理由的 是 其實在一起是一個習慣 對不對 奉勸天下的男人 想要過好日子 小心禍從口出 對不對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正常下次見 拜拜 影片喔